我辞职在家六年做家庭主妇,女儿进急诊,我钱不够找丈夫要,她大骂我是讨债鬼女儿赔钱货,故意拖着不给,逼我四处借钱,她本以为这样就能够拿捏住我,不料我一举动让她彻底傻眼。 看着空空如也的微信余额,我鼓起勇气给老公发了条信息,老公,在忙吗?这个月的生活费该转给我了。 信息发出去之后,时辰大海,连个回复都没有。 女儿小颖吵着要吃榴莲,一直拖着我的手,把我往外拉。 我赶紧安抚她,妈妈手机里没钱了,等爸爸打钱来,妈妈再带你去好吗? 小颖懂事,听我这么说便不再闹我。 但我看着女儿懂事的模样,心里却狠狠一酸。 明明我们家的条件也不算差,那就至于让女儿吃个榴莲,还要这般小心翼翼呢。 于是我又给老公发了条信息,老公,在忙吗? 如果不忙的话,你抽空把这个月的生活费转我一下吧。 小颖想吃榴莲,我微信里没钱了。 提起女儿,余香才不耐烦地回了我一条语音。 知道了,你催什么催呀? 我工作很忙的,晚点转给你。 得到了肯定的答复,我便没再烦她,去厨房做饭了。 可饭做到一半,不知小颖是怎么回事,突然开始上土下泄起来,把我吓了一跳。 于是,我赶紧把她送去了医院。 可到了医院,余香的生活费还没转过来,我连给孩子买药的钱都没有了。 我只好拨通了余香的电话,让她赶紧打钱过来。 可余香一接起我的电话,却大为恼火,都说了我在忙,我在忙。 你听不懂人话吗? 成天跟讨债似的,你烦不烦啊? 等我有空了,会给你打钱的,现在别烦我。 说完,她直接就把电话挂了。 我被骂得有些猛,当场愣在了原地。 很快,一股委屈的情绪上冲,让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 我都不明白,自己怎么就把日子过成了这样。 想当年,跟我跟余香惊人介绍认识,当场就看对了眼,坠入爱河。 那时,余香的事业刚起步,我们便结了婚,和婆婆住到了一起。 婆婆因为常年坐轮椅,脾气变得暴躁古怪,一般的保姆压根就受不了她的脾气。 所以余香为了冲刺事业,就希望我能辞职当家庭主妇。 这样一来,既能打理家庭,也能帮她照顾妈妈。 当时余香承诺,只要我肯辞职回家,以后她的所有工资都会上缴给我,让我做这个家庭真正的女主人。 一开始,余香也的确如她所说,把自己的工资卡交到了我手上。 可时间长了,她就找借口,说自己平时要应酬,又要打好跟上级的关系,需要送礼应酬。 又把工资卡要了回去。 自那以后,她就每个月给我打几千块钱,作为平时的家用。 一开始是四五千,后来变成三千,再后来就变成了两千。 可现在,即便她一个月只给我两千块作为家里的生活费,也依旧拖拖拉拉的不肯打钱给我。 比如今天,我催了两次,她都没把钱打过来。 而我没了她打来的两千块钱,竟然寸步难行,连给孩子买药的钱都没有了。 我心里一阵心酸,只好先向朋友借了几百块钱救急。 可没想到,等我回到家后,于香和婆婆不仅不关心小颖的病情,反而将我一顿痛骂。 二,回到家时,于香还没回来,但睡了一下午的婆婆却醒来了。 她醒来时,看见家里无人,气坏了。 一听见我回来的动静,就立刻隔着门骂道, 一个死女人,又浪到哪里去了? 还不赶紧来伺候老娘。 我忍着气,把婆婆扶起,又把她搬到轮椅上推出去。 她见灶台空空,瞬间又怒了。 这个点了还不做饭,你在干什么? 我儿子马上下班回来了,饿着他,可怎么办? 成天在家吃干饭,也不知道我儿子娶你回来干什么。 听到这些侮辱蛙苦的话,我内心早已经麻木了。 我自从嫁过来时,婆婆已经是这副德行。 以前被她这样骂,我总是哭着找于香去诉苦。 可于香除了安慰我,给我买点礼物安抚以外,却从来没有尝试跟她妈沟通过。 于香的说辞是,婆婆因为瘫痪,心里难受,所以脾气才差了点,让我为了她多多包容。 这一包容,就包容了六年。 很快,于香也回来了。 吃饭时,我又鼓起勇气问她,老公,现在你有空了吗? 有空的话,就把这个月的生活费转我一下吧。 我微信里已经没钱了,明天还要买菜呢。 文言,于香不仅没有转钱给我,反而还阴阳怪气起来。 你们女人就是好啊,都不需要出门工作,只要在家等着男人拿钱回来就行了。 每个月一到时间,就催个没完,都不知道我在外面赚钱的辛苦。 这话说的,好像是我不愿意出去工作一般。 我辞职回家做全职太太,可是当初她求我的。 心里不平之际,婆婆也来火上浇油。 就是,我儿子每天工作那么辛苦,你天天问他要钱,他哪那么多钱给你啊? 也不知道省着点花。 我试图跟他们讲道理,一个月两千块钱,我已经用得很紧扒了,又要日常生活开销,又要交家里的水电费,还要给小影开小灶。 你什么意思啊? 于香气地把筷子一摔,一个月两千还不够用。 你还想要多少啊? 你个败家娘吗? 伤人的话,一句一句地从她嘴里蹦出来,像一把把利刃,快准狠地扎在我心上。 原本,我想忍忍就算了,可那两母子实在是过分,甚至从我骂到了我最宝贝的小影。 婆婆一边挑菜一边骂道,就那么个赔钱的丫头骗子,你还给她开小灶,有什么好开的,还不如把那钱省下来,给我儿子减轻负担呢。 听到这里,我实在忍受不了,彻底爆发了。 够了。 我啪的一声,把碗倒扣在桌上,冲于香吼道,一个月两千块的生活费,他妈的愣是让你们给出了二十万的气势。 你叫我不要催你,那你倒是打过来啊。 省得我带小影去医院看病,都还要问别人借钱。 余香,当初我也是有工作,能挣钱的人,是你说你需要一个闲内住帮你,打理家庭,照顾你妈,是你求我辞职在家当,全职太太的。 你他妈真以为我乐意吗? 说完,我又看向婆婆。 还有你,天天说我花你儿子的钱,在家吃干饭。 你也不想想,要是没有你这个累赘,我至于在家吃干饭吗? 再说了,就现在这个保姆行情,你要想请个保姆来照顾你个瘫痪的老不死,没个六七八千,谁肯来啊? 我一个月就拿着你儿子两千块的生活费,在家任劳任怨地照顾你,你还不知足,你要上天啊。 把心里的委屈吼出来后,我舒服多了。 但于香和婆婆却气坏了。 莲曼妮,你疯了。 看着于香一脸荒唐的样子,我恨恨到,我没疯。 我现在清醒的不能再清醒了。 从今往后,我不会再要你一分钱,这个家我也不会再管。 你这一家子家务和你瘫痪的老娘,以后都不关我屁事。 就连小影,以后也是我们轮流照顾。 你休想再把孩子丢给我一个人。 我倒要看看,没了我帮你打理这一切,你的工作能干成什么样。 说完,我不顾气急败坏的婆婆和余香,直接带着小影回了房间。 发完疯后,我以为小影会害怕我,可没想到,她居然双眼亮晶晶地看着我,妈妈今天好厉害哦。 我正了正,说道,可是以后,妈妈要出去工作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多时间照顾你了。 没事的妈妈我,已经五岁了,在幼儿园,老师会照顾我的。 周末我可以自己照顾我自己的。 文言,我仅仅把女儿搂在怀里,差点气不成声。 和余香结婚唯一的好处,大概就是生了小影这么一个懂事可爱的女儿。 今天彻底跟她们撕破脸了,以后家里的事,我一样都不会再管。 原本我想着,余香母子应该撑不过三天,可没想到,还是我高看她们了。 没了我的任劳任怨,她们一晚上都撑不过。 三,晚上十点,我刚把小影哄睡,余香就找了过来。 她别别扭扭地说道,生活费已经转你卡上了,刚才妈拉屎了,你赶紧去帮她处理一下。 是了,有个下肢瘫痪,连使尿兜必须用成人纸尿裤接着的妈。 余香的确一晚都离不开我,只是平常我从未跟她诉苦,她就真以为这些事我做起来很轻松。 这下好了,让她自己照顾她妈去吧。 她的孝心外包,结束了。 于是我打开手机,又把钱给她转了回去。 我可不敢收你的钱。 免得将来你们母子两又戳我几两骨,说我是个吃干饭的。 以后,我会自己出去找工作。 至于这家里家外的事,还有你妈? 爱咋咋的? 老娘不干了。 文言,余香眉头紧皱道,行了,连曼妮,你别得了便宜,还卖乖啊。 我这个月给你多转一千块,别再这志气了,赶紧去帮妈把屎处理一下。 说完,她重新给我打了三千块钱过来。 我依然给她原路打回去了。 余香气得不行,你还有完没完了? 在这样你以后,可别想从我手里要到一分钱。 哼,现在我想通了,谁还稀罕她那俩歪瓜裂枣啊。 我把余香一把推了出去,白白了您。 余香被我气得在屋外跳脚,却又拿我无计可施,只好灰溜溜地自己去给婆婆擦屎擦尿了。 不过别急,她们母子俩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四,第二天我起来后,发现余香已经不在家了。 估计又去公司加班了。 听到我开门的动静,婆婆开始叫唤起来,你个懒货,睡到这个点才起来,还不快给老娘做饭。 你想饿死我呀? 我讽笑道,妈,你还把我当成以前那个任你呼来喝去的儿媳妇吗? 我昨天就跟你儿子摊牌了,以后我不会再要他一分钱,同样也不会再管你。 谁的妈,谁自己照顾去? 但你猜猜,就你儿子那四肢不勤的大爷,有耐心照顾你吗? 听我这么说,婆婆才终于有些慌了。 毕竟自己儿子什么样,他可比我清楚多了。 于是,他像变脸一样,突然换了副表情,僵硬地冲我笑了笑。 你看你这孩子,说的什么话呀? 夫妻之间,哪能真分这么轻啊? 阿湘在外干活挣钱,你在家里操持家务照顾老人,也是应该的吗? 不过他忘记给你生活费,这肯定是他的错。 等他下午回来,妈一定帮你教训他。 见婆婆这样,我一点都不觉得畅快,只觉得更加讽刺。 从前我任劳任怨地照顾婆婆,她却对我没一句好话。 现在我说我要罢工,她倒会给我陪笑了。 这人哪,真是贱。 不过,我依旧没打算理她,做早餐也只做了自己和小颖的份。 婆婆在旁边眼巴巴地看着,气得脸都绿了。 你个狠毒的女人,这是要饿死我呀。 可别给我扣这么大的帽子。 我昨晚就跟于香说了,以后不会再管你。 她明明知道,还把你一个人丢在家里。 这是你儿子想饿死你,跟我没关系。 等吃完早饭后,我就带着小颖出门去了。 于香不是总嚷嚷她在外面工作挣钱,而我吃干饭,只会问她要钱吗? 那我今天就把孩子送去公司,去给她带一带。 我倒要看看,她还能安心工作挣钱吗? 五 到于香公司后,我直接找了上去。 她看见我来非常生气,劈头盖脸的就质问我, 刚才我妈说,你做饭只做自己的,根本不管她。 莲曼妮妮妮到底什么意思? 我记得,昨晚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以后,我不会再要你一分钱,但也不会再管你妈。 你是听不懂人话吗? 于香顾忌周围有同事,只能压低了声音,那你来干什么? 没看见我在忙吗? 哼,就你忙。 别人都不忙。 我告诉你,现在我也很忙,我忙着去找工作。 既然我们以后打算做业。 这夫妻了,那孩子也应该轮流带,我不欠你的。 昨天小颖是我带的,那今天就归你。 我刚说完,小颖就很配合地松开我的手,直奔余香而去。 爸爸,今天该你照顾我了,让妈妈休息吧。 连曼妮你疯了? 我带个孩子在公司像什么样子? 那就是你该考虑的问题了。 说完我转身就走,完全不理会余香的拉扯。 出了他公司后,我直接去了家政公司找工作。 毕竟我学历一般,又全职太久,年龄也上来了。 正儿八名的公司,估计很难会招我这样与社会脱节多年的人。 不如就去当家政,也算是我的强项。 没想到,我目标清晰地去面试,还真通过了两家。 那两家都对我的能力很满意,说如果有合适的主家需要请人,再通知我过去试岗。 这让我瞬间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信心。 反正也是做家务,与其在家拿着两千块的生活费,还要看人脸色。 不如我去别人家做,至少拿工资,拿得理直气壮。 可正当我心肠澎湃地准备回家时,就接到了小影的电话。 小影在那边哭得抽抽耶耶的,可把我心疼坏了。 怎么了? 宝贝,你别哭,慢慢说。 呜呜,妈妈。 刚才爸爸被,被公司里叔叔骂了,说他上班还带孩子,不如回家。 爸爸就把我丢到外面来了,这里的人小影一个都不认识。 呜呜呜,小影好害怕。 什么? 于香这个畜生,居然连自己的孩子都可以赶走。 我怕小影出事,就马上赶了过去。 直到看见小影没事,我才松了口气。 看到他那可怜的样子,我很想上前搂着他安慰一番。 但我又想,如果这样我就屈服了,只怕于香以后会经常用这种方法来拿捏我。 于是,我心生一计,想到了一个教训于香的好办法。 六 冷静下来,我直接拨通了110报警电话。 喂,警察同志你好。 我要报警,有人遗弃亲生女儿,麻烦你们马上过来一趟。 听到有人遗弃亲儿,警察很快就到达了现场。 他们找到小影后,一个温柔的女警官赶紧把她安抚好了。 然后,通过小影提供的信息,他们很快就把于香锁定住了。 当于香在公司里被警察公然找上门时,她立刻就慌了。 警察同志,误会误会,我怎么会遗弃自己的女儿呢? 只是小孩子调皮,我把她关在门外,让她自己反省一下而已。 警察严肃地说道,小孩子调皮,你降狱一下就可以了,怎么能把这么小的孩子丢在门外呢? 万一遇到人贩子了怎么办? 眼看时机差不多了,我便顺势跑进去发疯。 余香,你个杀千刀的,怎么能把小影一个人丢出去呢? 你到底想让我怎么样啊? 我在家替你生儿育女,照顾你瘫痪的老妈,你连一个月两千块的生活费都不肯给我。 好,你不给就不给吧,我自己出去找工作。 可我就走开这么一小会儿,你就把小影赶了出去。 她可是你的亲生女儿啊,你还是人吗? 公司门口,余香的同事们来来往往的,本就好奇这边发生了什么事情,正伸长了脖子,往这看呢。 这下子我的发疯,正好让他们光明正大的凑过来看热闹了。 余香瞬间慌了,我哪有不给你生活费? 你别瞎说呀。 你先起来,有什么话,我们回家再说。 可我哪能依她呀? 当着众人的面,我把之前我卑微地问余香要钱,余香却很不耐烦地聊天记录放出来,给大家看了看。 大家快来帮我评评理呀。 跟她结婚前,我也是有工作能赚钱的。 是余香有个瘫痪的妈妈需要照顾,是她求我辞职回家当全职太太的。 可没想到现在她就这么对我,呜呜。 我的这番哭诉,撕心裂肺,令人动容,又有证据加持,一下子就令人信服了。 在场中人都纷纷用鄙夷的目光看着余香,就连那些男同事也纷纷皱了皱眉,为自己有这样的同事感到可耻。 这下子余香彻底射死了,赶紧上前要来拉我。 我装作害怕的样子往警察身后一缩,与吴伦刺道,啊,不要,你别打我,我我我我,我不说了。 我不说了。 女警官赶紧把我护住,皱眉道,你不仅把自己的孩子赶出去,还打老婆呀。 那你还是跟我们回局里做个笔录吧。 然后,我和余香都被警察回了局里做笔录。 七、到了警局,余香在警官们的教育下,再三保证以后不会在这样之后,才顺利出了警局。 在路上,他忍着火气没说什么,可一到家,就爆发了。 连曼妮,你疯了是不是,居然敢跑到我公司去闹,谁给你的胆子啊? 你要真把我工作闹没了,我看你吃什么,那就不劳你费心了,我马上就有工作了。 文言,余香非常不屑,就你那个学历,又跟社会脱节这么多年,哪家公司会要你? 你就跟我吹吧。 我在家伺候了你们老老少少这么多年,经验丰富,多的是家政公司要我。 你所说的工作就是去人家家里给人当保姆。 你丢不丢人啊? 我气笑了,我靠自己的劳动赚钱,有什么丢人的? 我在家给你,给你妈当保姆,不仅捞不到一个好脸色,连两千块的生活费都被你说成要债。 可我去别人家当保姆,人家不仅尊重我,还要给我开七八千一个月呢? 我稳赚不亏,我们还要再吵,就被婆婆打断了。 儿啊,你们别吵了,先给妈做点饭吧,妈一天没吃东西了。 听见这话,余香摆摆手,终于冷静了下来。 算了,我不跟你吵,你赶紧先去做饭,妈和小影肯定都饿了。 嗯,的确,我自己也饿了,所以我没说什么,就去厨房做饭了。 可我只做了自己和小影的分量,可没打算做他们的。 当菜上桌后,余香厚着脸皮想过来吃,被我用筷子打了手。 这是我和小影的分量,你跟你妈要吃自己做去。 连曼妮你来真的是不是? 这日子你还想不想过了? 你别忘了,你还住着我买的房子呢? 你要不想过了,咱们就把婚离了,我看你有地方去。 还学会拿离婚威胁我了,真的笑死。 我冷冰地看着他,这房子的确是你买的没错,但我跟你在一起这么多年,也付出了我的价值和劳动。 今天,我去家政公司找工作,你知道现在市面上一个全职保姆多少钱吗? 八千。 如果要照顾残疾人,还得加钱。 你一个月才给我多少生活费? 撑死了就三千,甚至连三千都没有。 你要跟我算账的话,咱们就好好算算。 我把这几年的房租都结给你,然后你把我这么多年照顾你妈的护理费结给我,看谁赚谁亏。 余香被我骚得面红耳赤。 你了半天,也没你出个所以然来。 没办法,她只好灰溜溜地跑去做饭了。 她给自己和婆婆随手炒了个蛋炒饭,婆婆吃的第一口就吐了出来,说闲得不得了。 然后眼巴巴巴地看着我和小颖碗里的油闷大虾,馋得不行。 可这仅仅还是个开始呢。 从这之后,我不仅不再管婆婆,连余香的个人事物我也不再打理。 现在,我只做自己小颖的饭,洗自己和小颖的衣服。 余香和婆婆的一切都需要她自己去打理。 很快,家里就乱成了一团糟。 尤其是婆婆,有时候被屎尿糊了一身,都没人管她。 嘴里成天喊着还不如去死了算了。 这一系列的折磨,快把余香给逼疯了。 终于,她再也忍受不住,跟我道歉了。 八 在婆婆又一次测漏,把使忆到床单上时,余香正在家里开视频会议。 婆婆因为以前被我伺候得太好,根本忍受不了浑身的脏污,不顾余香在工作,只嚷嚷个没完。 视频会议结束后,余香在也忍不住了,跑到我面前痛哭流涕道,对不起,老婆,我知道错了。 你为我辛苦操持这个家,我不该那么对你的。 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 以后,我每个月一定主动把生活费主动打到你卡上好吗? 以后,我每个月给你三千,不,我给你四千,给你四千行不行。 如果是以前,我可能就接受了。 可是现在,我不稀罕了。 家政公司告诉我,有一户高知家庭,想找个靠谱的护工,替他们照顾自己节之的母亲,薪资一个月一万。 但是老人脾气不好,需要非常有耐心。 这点我根本没在怕的。 脾气再差,还能差得过我婆婆。 考虑到我有多年照顾瘫痪老人的经验,他们就向主家推荐了我,主家很满意,明天我就可以过去上班了。 于是我扬眉吐气地拒绝了余香。 四千 你打发叫花子呢? 余香荒芒改口,那我还把我的工资卡交给你,我们还像以前一样过日子,行吗? 老婆 不行 为什么? 我愉悦地笑了笑,故意大声说道,当然是因为我找到工作了呀。 我呀,明天就上别人家去照顾一个双腿截肢的老太太,雇主一个月给我开一万块钱工资呢。 余香不信,什么保姆值一万块呀,你可别让人给骗了。 那自然是因为那老太太脑气特别差呀,不知道妈走过多少保姆呢?所以雇主才开这么高的工资。 可是别人怕,我不怕呀,人家这脾气再差,还能差得过你妈呀?房间里的婆婆一直在关注客厅的动静。 听到我这么说,瞬间急了,自己推着轮椅就出来了,你去别人家当保姆,那我怎么办?你也可以让你的宝贝儿子给你请个好保姆啊。 不过吧,照顾像你这么脾气差的瘫痪老人,一个月起码也得给人家一万吧,不然谁肯来呀? 不过,说着,我意味深长地看了婆婆一眼,不过你儿子一个月总共就挣一万,要是给你请了保姆,你们可就得喝西北风喽。 余香气的脸都占红了,行,连曼妮,真有你的。 你要真跟我分得这么轻,就别住我的房子了。 你要么给我付房租,要么就给我滚出去。 但是,都这时候了,余香还是学不会好好做人。 我一点都没在怕的,直接当着婆婆和余香的面,给雇主发了条语音。 徐姐,您上次说想让我住家,二十四小时照顾您母亲,我想了一下,可以的。 以后我就住在您家,替您好好照顾老太太。 徐姐秒回,哎呀,曼妮,太感谢你了,真是帮了我们大忙了。 我找了好几个保姆,都因为要雇自己家庭,不愿意住家。 这样吧,你愿意住家的话,我每个月再给你家两千块钱。 好的呢,谢谢徐姐。 放下手机,我讥笑一声看着余香,看见没? 有的是人求着我去她家住。 这可还得感谢你妈呢。 要不是她这么多年,对我打压谩骂,我还真受不了气,去给人家当保姆呢。 这下,余香和婆婆彻底傻眼了,但他们依旧不想在我面前低头。 于是,婆婆不服气道,儿子,你也给妈找个保姆,我还不信了,我们离了她,连曼妮活不下去。 九 大家彻底撕破脸后,我从家里搬了出去,还戴上了小影。 本来婆婆还想怂恿余香,用小影来绑住我。 可经过上次报警那么一闹,余香怕了我,不敢再用小影做文章。 至于雇主那边,我也跟她明说,有个孩子要照顾,对方同意我可以把孩子带过去一起照顾。 为此,我深表感谢,主动提议,她不必给我加那两千块钱的工资了,只要能给我们娘俩一个妻身之所就好。 我和小影的日子,就这么暂时稳定了下来。 可婆婆那边,却是鸡飞狗跳,精彩极了。 我要好的邻居,隔三差五的,就在微信上跟我说余香和婆婆的事情。 据说余香给婆婆请了个便宜保姆,一开始两人相处的还算融洽。 但我深知照顾一个瘫痪的老人有多不容易,婆婆很快就开始阴阳怪气地挑人家毛病。 一会儿嫌人家做饭不好吃,一会儿嫌人家照顾得不好,说起话来还阴阳怪气地,没几天就把人气走了。 没办法,余香又给婆婆重新请了个更高薪,更有耐心的保姆。 可是人家出来当保姆的,也就为了混口饭吃,也没必要留在你家人你谩骂侮辱。 换个雇主,人家也一样地干活赚钱。 所以,第二个保姆,也没坚持多久,就又被婆婆气走了。 而余香这段时间,本来就是事业上升期,本来就忙不过来了,现在还要为了婆婆的事三天两头的操心。 忍无可忍之后,她终于爆发了。 在接到第二个保姆辞职的消息,又被婆婆埋怨,她一点都不会找人的时候,她下班直冲回家,把婆婆骂了一顿。 话里话外,都怪婆婆平时对我不好,要不是她对我动辄谩骂,我也不至于一走了之,不肯照顾她。 这话,余香可就太会甩锅了。 我的确怨恨婆婆对我不好,但这次我爆发的原因,更多的却是在余香自己身上。 为了她,我心甘情愿地放弃工作,在家把家庭打理得井井有条,可现在我不过问,她要一点基本的生活费,她都推三阻四的,让我寒心。 她怎么好意思把我离家出走的原因,全都推到婆婆头上? 男人的嘴呀,还真是巧舌如簧呢。 隔空看戏看了这么久,终究没有在现场那么爽快。 于是月底,我打算休一天假,回去看看我的好婆婆。 回去看看她是否吃得好,睡得香,身体棒呀。 十 月底那天,我特意化了个精致的妆容,买了一身弃质款的新衣服,就回了家。 到家的时候,婆婆正跟她的第三任保姆对骂呢。 那保姆看起来五十多岁的年纪,和婆婆差不多大,却依旧被婆婆指着鼻子骂。 骂她光拿钱,不好好干活,是个吃干饭的。 这下子,见我开门进来,婆婆仿佛又找到了新说辞。 她指着我对保姆说道,你看看,你看看。 这就是我儿媳妇,当初她照顾我的时候,什么都不用我说,我一抬手,她就知道我要起来,我一哆嗦,她就知道我拉了屎尿。 在你看看,你都干些什么玩意啊? 我口渴叫你倒杯水,你磨蹭了半晌,也不知道把水给我倒来。 你当什么保姆啊? 你干脆当大爷吧,你个臭婊子。 这话实在难听,可把保姆气坏了。 哼,你现在知道,你儿媳妇对你好了? 我可都听你周围邻居说了,你就是个细血的黑心鬼。 你儿媳妇没日没夜地伺候你,你还动不动就骂人家,你有良心吗你? 这下好了,你儿媳妇跑了,你只能请我们这种臭婊子来伺候你了。 一个月就五千块的工资,你还想让我像你儿媳妇一样,把你供起来啊? 做梦吧你,老娘不干了。 说完,这才上任没多久的第三任保姆脱了围裙,直接甩在婆婆头上,愤愤地离开了。 婆婆气得冒烟,却可恨保姆已经走远,她找不到人发泄了。 这下看我还在屋里,她又陡然换了副脸色,欺欺然地哭诉道, 妈妮呀,你不在的这些日子,妈可受罪了。 那些保姆啊,可真不是人,拿了钱又不好好照顾妈。 妈想来想去,还是你最贴心啊? 以前是妈错了,妈该死,妈以后再也不会了,你赶紧回来吧。 听见这话,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前几年,我到底都做了些什么,才会让一个瘫痪在轮椅上的老太太欺负成那样。 如果我早点像这些保姆一样,碰见不公就直接罢工,说料挑子不干就不干,婆婆和余香还敢对我这么嚣张吗? 他们一定不敢。 所以,还是我自己一开始没有力气来,才给了这些得寸进尺的小人打压我的机会。 现在,我一招撕破脸了,他们反而学会心平气和地跟我好好说话了。 面对婆婆妻欺然的哀求,我直接无视了。 现在多跟她说一句话,都是浪费我的力气。 于是我转身回了房间,收拾我和小影剩下的东西。 这个家,我再也不会回来了。 等彻底搬出去之后,我也会马上提起离婚诉讼。 我要离这母子俩远远的,再也不要跟他们扯上一点瓜葛。 婆婆仿佛是猜出了我的意图,瞬间慌了。 怎么,你收拾东西要去哪儿? 你就想这么一走了之,不管丈夫跟婆婆了吗? 面对她的质问,我依旧一言不发,只顾收拾自己的东西。 这无所谓的态度,让婆婆更加气急败坏起来。 我就知道,你的女人胳膊肘往外拐。 宁愿去外面照顾别人,也不愿意照顾我这个婆婆。 你个黑心的女人,我要上法院去告你。 我告你不赡养老人,我告你抛弃家庭,我要让别人用唾沫星子淹死你。 听见这话,我终于忍不住了。 你以前不总爱骂我在家,就会问你儿子要钱,吃干饭吗? 现在我不问你儿子要钱了,出去自己挣钱了,你怎么又有意见了呢? 你以为你是谁呀? 天上的王母娘娘吗? 所有人都得认你搓扁柔原是吗? 你大可以上法院告我去,我倒要看看,这世人是骂我一个兢兢业业伺候婆婆六年的儿媳妇,还是骂一个嚣张至极,欺压儿媳的死老? 妇妇,妇妇,妇妇气得说不出话来,嗓子抖个不停。 我直接对道,你什么妮妮妮? 你再敢在我面前出言不逊,我还大嘴巴抽你信不信。 我以前能把你捧上天,现在也能把你扇得不眨眼。 真当这世人都认你欺负是吗? 我急言厉色的表情,还真把婆婆震住了,好半赏都没说话。 我东西都收得差不多了,准备离开,忽然看见阳台上还有小影最喜欢的两个芭比娃娃。 我又过去,打算把他们也拿上。 这时,婆婆像是被我气疯了一般,拿起手边的杯子就向我扔过来。 你个黑心贱人,老娘打死你。 我感受到危险逼近,下意识往边上一躲,那杯子就越过我,静止往窗外飞了出去。 不好,这里可是十楼,那么重的一个杯子掉下去,万一砸到人,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我赶紧爬窗外一看,还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只见那厚重的陶瓷杯往外一闪,直愣愣地砸在一个路人的头上。 那人的脑袋当场就被开了条,身子一击灵,直接倒在了地上。 我气得冲婆婆吼道,砸到人了,你知不知道。 这么高杂下去,那人不死也得贪,我看你儿子有几个钱去赔人家。 说到赔钱,婆婆慌了,都怪你。 要是你不躲,我哪能砸到人啊? 这钱要赔也是你赔,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吃笑一声说道,你以为法律就靠你这张嘴说了算是吗? 那杯子上面,可都是你的指纹,警察一验就知道了。 到时候,你儿子不仅得赔钱,你也得坐牢,你就等着吧。 说完,我赶紧下去查看那人的情况,然后又拨打了120。 可是一到楼下,我瞬间就惊呆了。 躺在血泊里的那人,分明就是我婆婆的好儿子,我的好老公,于香啊。 十一 被120送到医院时,于香已经死了。 他被婆婆从十楼砸下去的杯子正中头部,当场就断了气。 得知这个消息时,婆婆毁得泪流满面。 我的儿啊,我可怜的儿。 你怎么就这么走了呀? 你走了,可让妈怎么办,那呜呜呜呜呜。 我的儿啊。 他哭着,眼神落在我身上,又陡然变得怨毒起来。 都是你个克服的命硬鬼,把我儿子克死了。 你自己怎么不去死啊? 要这么克我儿子,你还我儿子啊,你个黑心寡妇啊。 哼,有一种人,出事了永远不会在自己身上找问题。 他们永远把矛头指向别人,仿佛这样,就能洗清自己身上的罪孽。 可我现在还能惯着他吗? 我不能。 于是用同样恶毒的话回击他,分明是你自己把你儿子砸死的,你才是杀人凶手。 你儿子之所以死得这么早,就是因为你五行缺德,八字犯贱,所以才让你儿子替你受过。 不然本来该死的,应该是你这个老贱人。 骂了这么一通,我总算知道为什么婆婆平时总爱这么骂人了。 因为对待自己厌恶憎恨之人,用这样的话语去发泄心中所恨,确实很爽。 但人,应该学会克制自己,不要在自己的一生中忙于制造这些口液。 于是我点到极止的骂碗,便走了。 毕竟我还忙着继承鱼箱的遗产呢。 十二 婆婆把鱼箱砸死后,我环抱了井。 但因为他下肢瘫痪,就算判刑也只能肩外执行,没有多大的意义,我便放弃了追究。 反正他儿子死了,我也没打算再管他,他就算继承了一部分鱼箱的遗产,日子也好,不过不到哪里去。 至于鱼箱的遗产,我和小颖以及婆婆都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为了避免争议,我们三人直接按法定继承的部分,继承了鱼箱的遗产。 房子我留给了婆婆,算是全了跟鱼箱的这一段夫妻之情,也算人质易尽。 不过之后,婆婆一个瘫痪的人,带着遗产傍身,不用想,肯定会吸引过来很多为钱而来的亲戚。 可那都不关我的事了。 我现在只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好好把女儿养大。 几年后的某一天,我突然接到了婆婆的死讯。 本来,我无意回去替她操持丧事,但听说有婆婆,有遗产留给小颖继承,我不得不回去了一趟。 也是回去之后,我知道了婆婆这几年的生活。 当初我走之后,她无人照顾,又怕外面的保姆基于她的遗产,所以她找了自己娘家的侄子给她养老。 说是,只要侄子愿意给她养老送中,她就把这套房子送给侄子。 侄子答应了,就带着自己一家人都住进了婆婆的房子,还找了律师立了遗嘱。 刚开始还好,侄子执席的确照顾了婆婆。 但婆婆那个脾气,这辈子都是改不了,很快就跟侄媳妇发生了矛盾。 她侄子可不像余香那么窝囊,自然是护着自己媳妇的,很快就开始肆无忌惮地虐待起了婆婆。 他们只想赶紧把婆婆送走,他们好继承房子。 可没想到,婆婆居然留了一手,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自己联系上了律师,最后居然把遗嘱改了,把这套房子留给了小颖。 侄子执席气炸了,想跟我闹,但我直接报了警,让警察主持公道。 遗嘱白纸黑字的,他们抵赖不了,只能捏着鼻子认了。 而我火速办完婆婆的丧事后,把那套房子一卖,又带着小颖离开了。 侄子执席再气,也拿我们没办法了。 人人都说,老太婆最后还有点良心,知道要把房子留给孙女。 可我却知道,她并不是真为小颖着想。 她向来看不起女孩,又怎么会管我们娘俩的死活? 她不过是不想把房子便宜了,虐待她的侄子执席罢了。 否则她肯定会以此为由,让我去照顾她的晚年。 不过这样也好,任她们去狗咬狗,最后房子却兜兜转转,回到了小颖手里。 看来老天爷,还是更眷顾善良的人啊。 爸爸车祸去世,尸骨未寒,小三带儿子上门讨五百万遗产,砸烂我家,骂我赔钱货不配有房。 我冷笑,给你脸了,随后一招让小三当场下滩。 我眼前站着一个漂亮的女人,她正在我家大哭大闹。 你凭什么说小浩不是老金的儿子? 她叫林梅,声称是我父亲的情人。 她一把将茶几上的东西扫到地上,玻璃杯,塑料盘等砸落在地,流得霹雳啪啦声响。 她娇好的面容因为愤怒而变得扭曲,转而眼眶里积满了青泪,顺着脸颊没入衣内,我见有脸。 老金啊,你的女儿不要你儿子啦,她是要逼死我呀。 她几乎是瘫软在地上,束手掩面,挨碗痛哭。 你有证据吗? 你有亲子鉴定吗? 我爸一生清清白白,我不允许你这样侮辱他。 作为事情的另一个主人公,我就更镇定些。 无论地上美艳的女人如何痛苦,都只是淡定地看其表演,没有丝毫不忍。 好了,别装了,见他还在尽心尽力地表演,我喝了一声。 要不是我爸名下还有几套房几辆车,你早带着儿子跑了,还来找我要遗产。 一个没名没分的情人,不会真把自己当盘菜吧? 再哭,别逼我删你。 真实想法被我无情戳破,临眉脸上的表情有一瞬间的扭曲。 她咬牙,年纪轻轻的小姑娘家别说这种让人害骚的话,小心以后嫁不出去。 敢做不敢当,我淡然微笑,自己做了那没皮没脸的事,还在这里立牌坊。 再说了,我可不像你一样,需要用男人证明自己的价值。 我想嫁就嫁,不想嫁依然可以过得很好。 毕竟,我故意拉长了语调,几乎是讥讽着说道,我才会继承我爸的遗产吗? 再怎么样,也轮不到你这个小三和你那个儿子。 你,临眉愤愤敏纯,我要求你和小浩做亲子鉴定。 我冷冷一笑。 第一,你没资格要求我。 第二,我不同意。 第三,给我滚出去。 真不知道这个人是以什么样的资格要求我做这样的事。 难不成是觉得自己生了个儿子,就以为可以拿捏住我爷爷奶奶那边了吗? 提起爷爷奶奶,我又觉得头痛。 我从小就知道父亲那边重男轻女很严重。 希望他们不要真的因为一个莫名其妙冒出来的孙子而做出令人难堪的事。 如果你没事了,就请带着你的东西滚出我的家。 我看着他,露出一个得体的微笑。 出去记得把门带一下。 谢谢。 临眉近乎咆哮。 那是你爸的儿子。 你的亲弟弟。 我脸上的轻蔑之意更浓了一些。 如果你不懂得什么叫亲弟弟的话,我不介意请你中学小学知识。 他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我也绝不承认他是我父亲的儿子。 随即我一声呵斥,还不走。 再待下去,我就告你私闯民宅。 你,你给我等着,临眉瑟丽内忍地扔下一句狠话,却是又落下泪来,拎起自己的小包,哭哭啼啼地跑了。 哪怕是这样狼狼地离去,也能感受到他的美丽。 真不明白二十多岁的他,为什么要找年龄笨舞的我爸。 嗯,大概是图钱吧。 不然也不会死皮赖脸地找我要求继承遗产。 我长叹一口气,先去关上了门,傅看向卧室,说道, 妈,出来吧,他走了。 又叫了两声,卧室门才被人打开了,走了吗? 二 卧室门打开,一个女人怯生生地看了一眼外面。 她的手紧紧攥着房门,探着头,似乎是在观察。 确认风平浪静后,才走出卧室,在沙发上小心翼翼地坐下。 这个懦弱的女人,正是我的母亲。 正如父亲那边,总会讨论我与母亲性格的差异。 我有时候,也会怀疑我是否是她亲生子。 不然,为何我俩在为人处事方面,有着天壤之别? 或许是幼年时,看尽了母亲软弱的悲剧,且长大后,经受了现代化教育。 我敢于反抗权威,斗争不平,一张嘴顶八张。 谁让我不舒服,我就让谁不舒服。 父亲常年不着家,母亲又怯懦,相比起他们,我才更像是一家之主。 没事了,她走了。 见到她这个样子,我不禁又叹出一口气。 我下午还要去学校,你就在家好好待着,谁来都不要开门,懂了吗? 谁给你打电话都不要接,接了也别答应他们任何事。 我叮嘱这些也不是没理由的。 上次我在学校上课,林梅带着她的儿子和几个人直接冲到了我家里, 对着我妈一顿乱说,哄得她同意我去做亲子鉴定。 回来后,我得知此事大发脾气,给林梅打了个电话,痛骂她半个小时不带喘气的,把我妈给吓着了。 此事之后,我对妈妈三令五身,我绝不同意做亲子鉴定。 以后无论谁来劝,你都不要同意。 听懂了吗? 父亲因意外车祸去世后,因没有立过遗嘱。 而我妈自愿放弃了继承权。 我便顺理成章,成为了第一顺序继承人。 父亲名下有四套房三辆车,还有公司的一部分股份。 这么大一笔钱,谁都会眼红。 而父亲生前的情人林梅,一马当先,十分积极。 他利用自己的儿子在我爷爷奶奶那边疯狂刷存在感。 要不是爷爷本人不太认同私生子的正统性,恐怕早就松了口,承认那男孩的存在了。 而我,几乎可以称作是孤立无援。 天哪,我只是一个大三的学生罢了,为什么要经历这些? 我扶额,突然口袋里的手机一阵颤动。 打开一看,屏幕上的备注为奶奶。 点击接通,奶奶的声音传来,小雪呀,林梅是不是找你去了? 三 林梅 我心里一动 为什么人人都要来找我的麻烦? 我挥手是一枚事,拦住了母亲起身的动作,转到一旁去回话。 没什么事,您怎么突然提起她了? 咱们不是说好,不提她的吗? 我故意把自己放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软了声跟她撒娇。 果不其然,奶奶的声音更加温和了。 她说道,人家哭着,给我打电话诉苦呢。 说你把她赶出来了,说要是陈薇还活着,定不会让她和儿子在外面吃苦。 陈薇是我爸的名字,也只有长辈会这样叫她。 可林梅是什么东西,一个破小三儿,也配这样亲密地称呼她。 我握紧了电话,心中怒火疼起,可是语气却愈加娇软。 奶奶,我要是真答应了她去做亲子鉴定,亲朋好友要是知道了,可怎么办呢? 他们会怎么看爸爸,怎么看咱们金家? 难道真的要承认我爸婚内出轨,还有了一个私生子吗? 要真是也就罢了,可要是不是呢? 我可是知道,林梅本来就是个水性洋花的人,跟过的男人不计其数。 谁知道那个男孩是不是我爸的种? 这不是让咱们家蒙羞吗? 我相信我爸的为人,他绝对不会背着我妈出去乱搞的,也绝对不会搞出一个孩子来。 对面沉默了一会儿,你说得也对,但是…… 奶奶,你别被林梅蒙骗了,谁知道他是不是贪图我爸的钱? 我毫不客气地打断了他。 他拿到了钱是高兴了,会孝敬你们一分一毫吗? 之后不还得我这个孙女为你们养老送终吗? 我不承认,我爸有什么私生子,以后他说什么,你们也都不要信。 几乎是将其中的利益掰开了,让他看个清楚,奶奶才勉强接受了我的建议。 我挂掉电话,身心俱疲。 金红浩到底是不是我爸的亲生子,其实我心知肚明。 但我绝对不能承认,毕竟非婚生子也有继承权。 所以,我一直拒绝林梅做亲子鉴定的要求,目的就是不认金红浩这个私生子。 反正林梅并没有证据不是吗? 他没有亲子鉴定,没有遗嘱,没有任何能证明金红浩与金成威是亲子关系的证据。 没有证明,法律就不会承认他的继承权。 像是出生证明、疫苗记录、医院出事的证明文件、居委会出具的证明文件等等。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只能赌一手。 但看他缠了这么久,想来是没有的。 法律的确保障非婚生子的继承权,但前提是要确认他们俩有亲子关系。 他若要证明亲子关系,就必须跟金成威的直系亲属做亲子鉴定。 毕竟,我爸三天前就已经火化了,骨灰可不能拿去做亲子鉴定,焚烧炉高温下任何信息全部灰飞烟灭。 而火葬结束后,我第一时间回到了家里,清理干净了所有有关他的痕迹。 包括各种不需要的遗物,我一口气全烧了。 对外称不想留着赌物私人,平添伤心。 林梅拿不到他的DNA样本,就没有办法跟他做DNA亲子鉴定。 至于直系亲属,做祖孙鉴定比较可靠,但是又不一定准确,法院可能并不承认。 但是也不排除承认的可能性,所以我也一直在阻拦爷爷奶奶跟金洪浩做亲子鉴定。 我承认我自私,可是我凭什么不自私? 四 我爸出车祸的那一天 我正在大学图书馆里看书,一看手机,有几十个未接来电,来自我的母亲、姥姥、奶奶以及其他亲戚。 从母亲断断续续发来的微信消息中,我了解了父亲从出事到死亡的全过程。 他发来的最后一条是, 雪,快回来吧,妈妈要承受不住了。 我火急火燎赶到医院的时候,才发现他所说的承受不住,不单单只无法接受父亲的死。 还包括各种八杆子打不着的,心怀鬼胎的亲戚。 无一例外,都是为了分一杯羹。 我妈喊着泪,哭哭啼啼地说不会跟女儿争钱,所以第一顺位继承人就成了我。 事后,我都忍不住猜测。 是不是他早就料到了现在这样的情况,干脆把事推给了我。 让我忙得焦头烂额。 反正吃准了,我是不会抛弃他的。 还没来得及从亲戚之间拖出身来, 一个美艳的女人带着一个胖嘟嘟的小男孩气势汹汹地杀了过来。 我没心情搭理他,还以为又是哪个不知从哪里蹦出来的亲戚。 却见他将面前的小男孩往前一推,理直气壮地说道, 这是老金的儿子,是我给他生的儿子。 我妈当即脸就白了,捂着胸口好像要倒下去。 出乎意料我反而很是镇定。 问他,有证据吗? 你凭什么这么说? 要什么证据? 你看小浩,长得跟老金一模一样。 这个女人就是林美。 她丝毫不在意我的话, 在一群人中精准地找到了奶奶, 笑叶如花凑过去, 殷切地说道, 妈,您看看,这是您孙子。 老金的儿子。 我立刻黑了脸, 冷笑一声, 哪里来得莫名其妙的人? 带这个什么东西过来攀亲戚? 我现在没功夫管你, 你给我安分点。 干什么? 小姑娘家家地, 说这种话。 知不知道什么是尊重长辈啊? 林美很不高兴地说道。 她一把将我推开, 又凑到奶奶那边, 拉着男孩的手, 就往人身上放。 妈, 您看看呀! 你们不是一直想要孙子吗? 我? 我几乎扭曲了表情, 一句国粹脱口而出。 看着面色苍白, 呆坐不动的我妈, 再看看一旁笑叶如花的林美。 而奶奶的手甚至不受控制地放到了小男孩头上, 脸上闪过一分欣喜和满意。 我瞬间暴怒了, 满腔怒火从心头起。 我冲过去, 她就是一耳光。 举重皆惊。 有几个人好像是要拦我, 我反手又是一耳光上去。 她! 清脆响亮。 林美整个人都傻了。 而奶奶也被我吓了一跳, 不禁后退两步。 我升得高, 身高直逼一百七十五厘米, 在班里永远坐最后一排, 站在女生堆里, 堪称鹤立鸡群。 林美低了我近乎一头, 我毫不收力地两耳光打下去, 她已经眼貌金星, 原地打转了。 那男孩见她妈妈被打, 也是怒吼一声。 你干什么打我妈妈? 男孩看起来不过六七岁, 我看着她, 不知道父亲到底什么时候背叛了这个家, 甚至有了个比我小十几岁的私生子。 她冲过来抱着我的腿, 狠狠一口咬了下来。 我感觉大腿一痛, 可是这痛苦只能让我更加愤怒, 我感觉我身体里潜藏的暴力因子被激发出来。 一手拽着男孩的头发, 一手卡住她的脖子, 我用力往外一抛, 直接把她摔了出去。 小浩, 林美终于反应过来, 接住男孩, 与她一起摔倒在地。 我想我这个样子一定很恐怖, 因为所有人都瑟瑟发抖站在原地, 不敢过来, 也不敢离开。 我喘着粗气, 油觉得不够, 四处转着寻找东西, 嘴里念叨着, 刀呢? 有没有刀? 你疯了, 奶奶最先回神, 扑过来哭着拍打我, 找什么刀呢? 你要犯法呀? 我当然知道我在说什么。 我转过身来看向林美, 指着她一句一顿, 你, 给我滚。 有多远滚多远。 我警告你, 不要以为我年纪小, 就会任人欺负。 我脾气爆得很呢。 我们娘俩一个失去了父亲, 一个失去了丈夫, 正是相依为命的时候, 谁这么不要脸上来, 想要落井下石。 啊? 杀鸡警猴, 不过是这个道理。 周围人你看看, 我我看看你, 都不说话了。 林美倒是凄厉地喊着, 这是老金的儿子, 我给他生的儿子。 儿子? 呸, 我冷笑着催了一口, 带着你那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儿子, 给我滚蛋。 你什么玩意儿, 赶跑过来, 玷污我爸的名声。 谁说我爸有私生子? 谁说我爸婚内出轨? 我爸一生清清白白, 谁想要质疑他的人品, 掀过我这关。 林美整个人都傻了, 想来他根本没料到这样的走向吧。 我又打闹了一通, 打发走了人, 又办完了手续。 拿着死亡证明, 我所干的第一件事, 就是给火葬场打电话。 喂, 你们现在下班了吗? 就快了呀。 先别下班, 我这边有个人要火葬, 我着急什么? 我当然着急了。 你听我的, 我加急, 给双倍。 还有问题吗? 没了? 那行, 半个小时, 我要见到街市车。 我出三倍。 快速。 五。 周律师, 你在事务所吗? 我现在赶过去, 能行吗? 没问题的电话那边女生宛如环鸣翠响。 你过来吧, 我们可以慢慢说。 周律师是我寻找的, 替我处理父亲遗产的。 具体来说, 是帮我转移父亲遗产的。 拖是拖不了多久的。 谁知道, 林梅还会搞什么幺蛾子。 那些钱握在我手里, 才是真的保险。 并且, 若是我一位阻拦金红浩座亲子鉴定, 当我们当堂对质的时候, 法官可能会做出不利于我的判定。 毕竟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还是挺大的。 这一点, 周律师也跟我谈过, 他赞成我火速火化的行为。 但也忧心忡忡,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赶快转移遗产, 在进入法律程序前尽快处理好这件事, 否则后患无穷。 等我风尘仆仆地赶到事物所时, 周律师他们还没有下班。 你先坐, 饿了吗? 要不要吃点什么? 拦住周律师起身的动作, 我坐下来给自己倒了一杯水, 一饮而尽。 林梅昨天又来我家找我了。 她要是下次再上门, 我就报警说她骚扰。 周律师忍不住眼嘴笑了, 还是想找你做亲子鉴定吗? 可不是。 要不是这样, 还能拖一拖她, 我都懒得理她。 我吐槽道。 很少有人知道的是, 我们这个地方的那些被法院认可的司法鉴定机构, 是没有能力针对同胞及祖孙辈进行准确的亲缘鉴定的。 更别说我和金红浩性别不同, 可谓难上加难。 毕竟私生子与我只是同父异母, 身体里只有一半的基因来自父亲, 另一半可完全不同。 哪怕有本地投铁的有能力的实验室能做, 可法院会不会认可, 还得另说。 也就是说, 当地没有支持林梅做亲子鉴定的条件。 在林梅第一次找到我要求做亲子鉴定后, 我便第一时间上网查询和询问相关人员, 确定了这个事实。 本来想要把这件事告诉林梅好, 让她死心。 但转念一想, 如果我这边走不通, 那她就要去找我的爷爷奶奶。 那还不如让她继续纠缠我。 至少我能保证我不同意做鉴定, 可我爷爷奶奶那边就不一定了。 我不清楚林梅之不知道这个限制, 或许是不清楚的, 但也不能堵着一手, 早点转移遗产才是正经事。 现在三套房在你名下, 另一套老房子在你妈名下。 车子过户了两辆给你, 还有一辆让给了你奶奶, 证件之类的都给你了。 其他什么金银财气不占大头, 可以等林梅跟你打完官司审判结束再说。 要是不打就算了。 可我觉得她不会善罢甘休。 存款还有几百万, 这可是重点。 这两天你就去银行办理存款过户。 当然我建议你还是取现金, 现金最保险。 周律师的话语将我从神油中唤醒, 我忍不住皱了皱脸。 真的要去取现金? 几百万呢? 太麻烦了吧? 麻烦是小事。 周律师严肃地看着我, 钱才是大事。 你总不想分一半给私生子吧? 我狡黠得眨眨眼, 什么私生子? 我不认识啊。 周律师与我相识一笑, 就财产过户和临眉之后的行动, 一直讨论到晚上。 我们才各自回家了。 一想到家里还有个什么事都不能做的母亲, 我的脚步却有些沉重。 六。 当然, 我是不会抛弃我的母亲的。 但是, 从内心深处而言, 我又有些埋怨她不能做我的后盾, 无法支持我做事。 若是母亲能更强硬一点, 更聪明一点, 更坚强一点。 想来, 我们的处境也不至于这样孤立无援。 等我到了家, 已是八点了。 妈妈做了饭, 自己刚吃完。 我一边吃一边说, 明天我要去赚我爸的存款, 你也跟我去一趟银行吧。 明天刚好是周六, 趁着假期赶紧办完。 她好像被吓了一跳, 存款。 什么存款? 是那个几百万吗? 对啊, 我放下碗筷, 谁又跟你说什么了? 就是, 你舅舅想要, 妈妈吞吞吐土土地, 他们最近手头紧。 我身上也没钱。 你有钱, 你给他就行了。 存款没转到我手里, 我就没钱。 她鼓起勇气说道, 可是我也是继承人。 七, 你已经在律师那里, 签了放弃遗产, 继承的合同了。 我低下头遮住冰冷的目光。 没有继承权, 我才是第一继承人。 你放心, 我也不会亏待你, 你是我妈, 我会养你。 我当然知道, 我妈那边的情况。 或者说, 我爸我妈的家, 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钱是多么的令人向往呀。 往日里和睦的亲人撕破了面具。 在钱财面前, 所有人都是一样丑恶的嘴脸。 我无法将自己的未来托付给不知心的亲人身上。 虽然这样说起来很冷酷无情, 但我必须要给自己保障。 舅舅是妈妈的弟弟, 平日里对我不错, 逢年过节也有往来。 父亲去世后, 他们也是颇为殷妾, 若不是没法继承遗产, 恐怕早就冲上来与我兑现了。 哦! 母亲委委屈屈地闭上了嘴。 我长叹一口气, 感觉有些心累。 我不想趁机跟亲戚们打好关系吗? 可是, 哪怕是我的生父, 都能有个我完全不知情的私生子。 我又如何去相信素日, 关系平平的他们呢? 所幸, 一切都要结束了。 等转移完遗产, 就算高枕无忧, 再过一年, 我就大学毕业了, 就是更光明的新生活了。 手机铃声, 手机铃声突然将我从冲井里唤醒。 我定睛一看, 上面的数字是我最近最不想看到的。 正是林梅的手机号。 林梅为什么要打电话过来? 又想说亲子鉴定的事。 八。 我属实是不想理他, 直接挂掉了电话。 他又不死心, 连打了几个。 我反手就是拉黑删除, 干脆利落。 本以为能清静了, 谁知道过了几分钟, 对方竟然又换了一个手机号, 发来一条短信。 金雪, 我是要告诉你, 我已经向法院递交了起诉书, 很快你就会收到传票了。 小浩他就是老金的儿子, 谁也不能拿走小浩应得的钱。 跟我有关系吗? 无法证明就是无法证明。 再怎么做也只是垂死挣扎。 我面无表情地删掉了短信。 眼不见心不凡。 我有老金的遗嘱。 九。 放在删除剑上, 欲落的手指一顿。 我终于回信, 伪造遗嘱会被剥夺继承权, 严重点甚至要坐牢。 你最好小心说话。 都说九病成一, 放在我身上好像也是一样的。 也就处理后事几天而已。 我早就把各类相关法律法规草草看过了一遍。 拿出来应付临媒也绰绰有余。 你觉得我骗你? 我可不会拿这个说事, 对方的回复很快。 总之老金承认小浩是他的儿子, 你就别自欺欺人了。 你的倚仗不过是那份遗嘱罢了, 但法院会不会承认, 还得另说。 我都发起诉讼了, 你觉得法院会不承认吗? 你以为就你会找律师? 对方的回应让我心中一跳, 遗嘱上写了什么? 告诉你也无妨。 我几乎能想到林梅娜洋洋得意的模样。 而他的短信也充斥着胜券在握的自信。 老金自己亲笔写的, 要把他名下的房产和车子都给小金, 还有他的存款, 也都是我们娘俩的。 我沉默了很久, 直到对方开始按捺不住的催促。 我才控制着几乎僵硬的手指打字。 我呢? 我妈呢? 还有爷爷奶奶那边? 车子给你一套。 你现在还顾及你爷爷奶奶呢? 他们手里的钱可比你还多呢? 我如坠冰窖。 十 看到遗嘱照片的那一刻, 我承认我被震惊到失语。 遗嘱上的字迹 虽然略显凌乱, 但也能看清内容。 上面明明白白地写着 金成威自愿将名下财产 分给金红浩云云, 格式俱全。 而且最重要的是, 那确实是我父亲的笔迹。 剧烈的情感 让我感到有些头痛。 问题也一个接一个地冒出来。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他又为什么要写这封遗嘱? 写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要求做笔记鉴定, 许久, 我才勉强打下这句话, 发出, 随你, 对面很干脆, 反正是你爸亲手写的, 你随便鉴定。 我还要知道写遗嘱的具体经过。 其实, 还有一句话, 我没有说出来, 明明活得好好的, 我爸为什么要写遗嘱? 而且这封遗嘱, 凭什么在你手上? 我干嘛要告诉你啊? 谁知道, 你要搞什么幺蛾子? 我气笑了, 我对事情的过程有疑虑, 还不能问了吗? 你不会心里有鬼吧? 你就是不想承认? 我告诉你, 这钱我拿定了。 林梅好似确认自己胜券在握, 每一个字都仿佛张扬着嚣张。 倒是你, 你现在怎么办? 钱一分也拿不到, 心里肯定不舒服吧? 你有这么好心管我的事? 我醋梅, 本能地察觉到 这个人不怀好意。 既然你想走法律程序, 那我奉陪。 但是我也会对遗嘱进行鉴定, 这件事你得跟我说清楚, 不然我也不介意再多一个官司。 对面久久没有回复, 我烦躁地将手机扔到沙发上。 好胃口被这件事搅乱了, 干脆起身收拾碗筷。 我妈小心翼翼地问, 怎么了? 没事, 我含糊回答, 你刚刚不是说舅舅。 是啊, 你是不是想? 你告诉她, 拿钱, 没门。 我毫不客气地回绝, 冷冷地说道, 等我处理完了事再说。 让她给我安分点。 我记得她的好, 以后自然少不了她的。 但她若是给我落井下时, 你让她走着瞧。 妈, 你也好好想想, 以后谁会为你养老送终? 是你亲生的女儿, 还是没钱就不来往的弟弟? 我的话语让她脸色苍白了不少, 她几乎是孽如着说道, 可是, 可是她是你的舅舅。 不, 我说, 她首先是个人。 十一, 是人, 便有无法根除的劣根性, 贪婪是她的代名词。 言尽于此, 不愿多说。 我洗了碗, 甩了甩手上的水, 我先去休息了, 你也早点睡吧。 说吧, 便自顾自回到自己的房间。 东西先紧紧抓在我手上, 然后才能去想其他的事情。 但是原本板上丁丁的事, 却突然出了差错。 林梅这一手, 打得我可谓是措手不及。 遗嘱, 这个最关键最关键的证据, 如今成了我继承遗产的蓝鹿虎。 他既然有胆子去打官司, 那遗嘱应该是没问题的。 但是事情为什么就这样巧? 而且既然他手上有遗嘱, 为什么不早点拿出来? 一开始, 反而要缠着做亲子鉴定。 这其中有什么我不知道的隐情吗? 我的心中逐渐浮现起一个大胆的猜想, 我的父亲到底是怎么死的。 十二, 表面上的原因是车祸。 司机不知为何, 莫名其妙闯了红灯, 然后被一辆急驰而来的货车锁撞。 两个司机都受了伤, 只有我的父亲当场死亡。 交警过来查看后, 认定我方权责。 我没有异议, 还报销了货车司机的医药费。 之后这件事就被认定是一场普通的交通事故。 而我一边上课, 一边处理遗产的事, 还要对付临媒和不安好心的亲戚, 身心俱疲。 就连当事司机都没找, 对于这场事故也没有更多深究。 但是我现在却不得不阴谋论起来, 若我的父亲是被谋杀的呢? 万一, 万一临媒参与其中呢? 这样没有来的猜测, 着实让我打了个冷战。 可是心中的阴霾却愈发被放大。 若是临媒谋害了我的父亲, 那遗嘱的来源就很可疑。 而且, 临媒也会因为故意杀人罪而判刑, 那事情就还有转机。 但是遗嘱, 遗嘱如果是我父亲自愿写的, 怎么办呢? 我怀里抱着一个抱枕, 任由自己神游太空。 直到手机短信提示音响, 我才捞过手机一看, 居然还是临媒发来的消息。 它出乎意料地为晚, 不然咱们见一面吧。 谈一谈遗嘱的事。 你也知道, 以后大家就是一家人, 我不想撕破脸。 呵! 呵! 握着手机的手, 几乎是青筋抱起。 我死死咬着牙, 光是想象, 自己以后要跟临媒待在同一屋檐下, 就觉得恶心。 它也配跟我称一家人。 但是, 遗嘱, 遗嘱。 重复这两个字, 我深呼吸保持冷静, 从临媒的话语中, 找到了一丝可能性。 看起来, 它也不想打官司。 可是什么? 明明它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 难不成真的是遗嘱有问题? 我沉吟片刻, 回复, 可以, 那你定个时间地点吧。 对方爽快地回了一个店名, 并且定在了本周日下午三点。 我查了一下发现, 是一家位于市中心的咖啡店。 于是回复, 知道了, 消费你付。 也不管对方会是个什么心情, 我单方面地终结了联系, 重新拉黑删除。 待。 最终流露出一丝叹息, 我又拾起手机, 拨打了周律师的电话。 周律师? 是, 这么晚麻烦你。 我不由的敏纯, 开口道, 林梅有我爸亲笔写的遗嘱。 十三, 法院是讲证据的。 我明白, 这只是我无理由的猜测。 我敏纯, 不得不承认, 这只是不甘心。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周律师说道, 听声音, 他好像也有些无奈。 但是遗书这东西, 哎, 除非能有证据证明, 遗书内容是你爸的真实意思, 或者处于醉酒之下等等, 若是有特殊情况, 还能向法院争取一下。 我醋眉, 突然垂头丧气。 这种感觉太不好受了, 明明我已经做了那么多努力, 却败在一张遗书上。 周日见面的时候, 我会试探他一下。 我说道, 他好像有话要跟我说, 或许还有什么转机。 虽然我们心里都清楚, 不会有了。 林梅不会放开, 已经到了他手里的钱。 我忧心忡忡地挂断了电话, 赌气埋头就睡。 可是睡梦也并不安稳, 梦里一片黑暗, 我在黑暗里孤立无援, 扭头却看到了我的父亲。 他说救救我。 我猛然惊醒, 带着一脑门子的薄汉。 一看手机, 已经日上三杆了。 周日我提前一小时到了市中心, 这里是商业街, 一向热闹非凡。 我摸了摸口袋, 握紧了录音笔。 这是我几天前鬼使神拆买的。 虽然哪怕到了现在, 我都不明白到底为什么要买它。 但是今天, 我来赴约, 却拿上了录音笔。 我还记得, 我前一天晚上, 还特意给它充满了电。 我需要线索。 我需要证据。 我绝不会坐以待毙。 咖啡店离街口不远, 因为家里人都不怎么爱喝咖啡, 这种店我也不常来。 总有种莫名其妙的敬畏感。 所以, 在店门口的公共座椅上坐下, 打算过一会儿再进去。 我漫不经心地看着手机, 余光却精准地捕捉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好像是林美, 她的身边还有一个男人。 我慢慢地移动身体背对他们, 从鞋胯包里拿出一个小镜子。 接着照镜子的假动作, 观察那两人, 果真是林美。 而他旁边的男人, 却是我爸的司机李胜。 十四, 在车祸事件后, 我付了李胜的医药费, 结清了他的工资后, 他主动辞职了。 后来再也没有见过李胜, 也不清楚他的情况。 但是他现在却跟林美走在一起, 引起了我的注意力。 我打开手机的前摄镜头, 装作自拍的样子, 实际上在录林美与李胜。 他们俩看起来很亲密。 林美给李胜整理了衣领, 李胜则亲密地帮他 理了李并不凌乱的头发。 两个人挽着手, 买了两个冰淇淋, 一边吃一边聊天。 吃完了, 林美擦了擦手, 率先进入了咖啡店。 而李胜则谨慎地看了看四周, 隔了几分钟才走进咖啡店。 我特意留意了一下, 俩人入店后都往左走, 但可能他们并不会坐在一起, 因为林美不会让我知道 他们俩的关系。 我结束了录像, 从头看完了视频。 手机像素还是不算太好, 索性今天天气不错, 阳光明媚, 倒是能很明显地看出 就是林美和李胜。 他们俩是什么时候搞在一起的? 在我爸出事前还是出事后? 我敏纯将视频翻来覆去地看, 绝望地发现, 他们俩很可能已经在一起很久了。 俩人之间那不容插足的亲密, 还有我注意到一个小细节。 李胜买冰淇淋的时候, 直接点了两个不同口味的, 没有随意地买原味。 我看着两人手上一红一蓝的冰淇淋, 心想, 这不是很懂吗? 对自己恋人的爱好, 了如指掌哈。 这叫什么? 绿人者人衡绿枝。 私人司机这种职业, 就比较容易触碰到老板不为人知的秘密。 去哪总得带上司机是吧? 我爸和林梅在一起的时候, 也肯定是李胜接送他。 那么李胜跟林梅认识就是板上钉钉的了, 之前不出现在我面前, 恐怕是避嫌吧。 时间悄然流逝, 很快便到了下午两点半。 我起身走进咖啡店, 门铃敲出清脆响声。 我的目光从右往左扫拾一圈, 最终落在林梅身上。 我跟那人一捉。 我直指林梅, 身旁的服务员露出一个了然的微笑。 我进门时的举动太过自然, 任谁都会猜我是不是在找人。 林梅也是, 他只会以为我在找他。 却不知道我的目光不动声色地扫过他身前那一桌上坐着的李胜的脑袋。 你来挺早啊, 林梅装模作样地跟我打招呼, 示意服务员, 跟我来一样的就行。 我抬手致指服务员, 菜单, 外牙学冷脆, 抹茶可可碎片兴冰乐, 富瑞白加一份浓缩咖啡, 再加无糖香草, 乃要脱汁, 冰窑桃桃乌龙茶, 焦糖马其朵, 抹茶拿铁, 全部都要超大杯。 还有, 烟熏鸡肉沙拉, 红烩牛肉酥, 白巧克力桑梅乳酪蛋糕, 凯撒鸡肉卷, 以及一份番茄牛肉意面, 谢谢。 林梅脸上的微笑差点没撑住。 我甚至能听到他紧握杯子时发出的歌之声。 服务员态度极好的确认, 所以是一杯, 啊, 麦芽学冷脆, 抹茶可可碎片兴冰勒, 抹茶拿铁, 烟熏鸡肉沙拉, 意面。 确定吗? 虽然他的眼中震惊地写着你真的吃得完吗, 但我的话语依旧斩钉截铁, 确定, 就按这个给我上。 虽然我没吃过, 也不知道好不好吃。 但是没关系, 我点单的时候也只是咳着贵的点而已。 吃不了就不吃, 喝不了就不喝, 大不了全部打包带走。 反正不是我掏钱。 虽然这只是低级的小手段, 但能恶心到临眉的就是好方法。 我一直在想今天的见面, 早上中午饭也没吃。 我单手撑头故作苦恼, 实际上心底依旧笑疯了。 面上还是一副装出来的可怜兮兮的样子, 你不会让我一个大学生付钱吧? 我现在手里可没钱。 不会吧, 不会吧, 不会吧。 我故意抬高了嗓音, 纵使这里是临眉刻意选择偏僻角落, 也是咖啡店内, 也有被声音吸引来的时刻。 当然, 不会了。 临眉几乎咬碎了一口银牙, 话语像是从嘴里挤出来的一般。 你饿了就吃, 只是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妈虐待你呢? 都不给孩子饭吃? 活该当不了好妻子。 我微笑着回怼, 我骂她是不是好妻子, 不由你这个爬床的女人来评价。 你特开心吧? 报了个大款生了个娃, 现在大款死了, 还能理直气壮地跟人家女儿谈判要遗产。 想必您以后嫁了人才是个好妻子。 当然, 你未来的丈夫更是个好丈夫。 天冷了, 多戴帽子, 回头记得给她买个绿的, 就当我赞助的。 临眉脸上一瞬间血色进退。 我也不知道临眉为何要选择一家咖啡馆做谈判地点。 若是我不要面子, 我把她的光荣事迹打印个八千章, 撒满整条商业街, 让所有人都看看她那副甜不知耻的样子。 再者, 我也能用言语拉拢路人的同情心, 我才是受害者。 临眉无论如何, 也没有工人可怜的地方。 她凭什么敢在公众场合约我谈论这件事? 就凭遗书。 她真觉得这玩意儿能约束得了我。 我这个人牙字必报。 钱, 我真的在乎吗? 我不在乎。 我只要临眉跟她的儿子滚得越远越好。 十五, 行了, 你找我来到底什么事? 骂也骂够了, 玩也完美了。 我收起了吊儿郎当的样子, 抬眼平静地看着她。 临眉敏唇, 勉强调整好心态, 斟酌着语言。 你, 你还想不想要钱? 想, 我毫不迟疑。 其实无所谓, 我更想要临眉滚蛋。 那钱我愿意分你一半。 也许是我的眼神太过戒备和古怪, 临眉不情不愿地解释。 你以为我愿意给你, 但我带小号回了金家? 咱们不就是一家人了? 一家人何必撕破脸, 闹这么不痛快? 我分你一半钱, 你还不高兴? 真没见过你这样的人。 还看什么? 我就是这个意思, 咱们私下解决了就行了。 你不会真想打官司吧? 再说了, 以后说不准还要一起生活, 小号长大了, 你不得照顾一下。 那毕竟是你爸的儿子吧, 也是你弟弟, 你不会这么狠心吧? 我沉默着盯着他的脸, 只把他盯到浑身不舒服, 这才一开了目光。 你在怕什么? 林美, 你手上有遗书, 钱都会是你的。 你没有理由去担心我和我妈, 也不可能真把我们当成一家人。 我不认为你是什么善良的人, 你的理由根本不成立。 你既然有遗书, 就相当于立于不败之地。 我对你的好感重要吗? 你难道真的觉得我会关心那个私生子吗? 你真以为我有这么大度? 你到底在怕什么? 十六。 你说得没错, 我确实想要钱。 我看向窗外人来人往的街道, 双手抱胸语气平静。 但是, 我要先看遗书, 我想看, 我爸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没带。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说到遗书这个话题, 临眉快速地跳过了。 不是给你看过照片了吗? 重点是遗产吧? 你到底同不同意? 我怎么知道是真的假的? 我的目光扫视着它, 满是警惕, 不会真是你伪造的吧? 我伪造这个干什么, 临眉几乎是在尖叫, 可在我看来, 却是心虚。 我很坚持, 我就要看。 你不让我看, 咱们就免谈。 它整个人都在抖, 握着玻璃杯的手用力道指节发白。 我低下头, 慢条丝里地用餐, 用余光注意到, 临眉朝我身后, 投去一个求助的目光。 而后, 它好像接收到了什么, 赶紧在手机上点了几下。 它好像看到了什么不得了的事, 不停地按手机, 似乎是在跟某人聊天。 最后, 它醋眉手指轻颤, 好似下定了决心。 我恰逢其时地放下了叉子, 抬头扬起一个笑, 怎么样? 遗书呢? 要不要给我看? 给你看也行, 反正就是你爸亲手写的, 我怕什么? 临眉好像有了主心骨, 语气间尽显张扬。 不过你要先同意。 我不同意。 十七, 看到遗书再说, 你着急什么? 我说道, 那就再约个时间吧, 还是这里好了, 饭挺不错的。 还没来得及开口, 临眉赶紧补充一句, 我可不会再替你掏钱了。 吃这么多, 真是。 我无所谓一笑。 那怎么办? 我就是吃不胖啊。 说吧我率先站起来, 打算离去, 临眉紧随其后站起。 而我转身, 却看见李胜也紧张地站了起来。 这下三个人是不可能不撞上了。 我对上李胜故作镇定的目光, 笑了笑, 李叔啊, 好久不见了, 最近怎么样? 找到工作了吗? 李胜半天才憋出一个恩。 他看起来很老实, 沉默寡言, 长得倒是五大三粗, 好像没什么心眼一般。 他当我爸司机时间不长, 貌似只有一两年。 印象里, 他就是个普普通通的人, 可谁承想 他会跟自己老板的情人搞上呢? 生活真是戏剧。 我点点头放过了他, 没有多问他为何在这里, 而是抬不离去。 在咖啡店门口我微微侧身, 看到林梅与李胜说话, 这才真的离开了。 林梅和李胜, 是他们在预谋什么吗? 录音笔还在我口袋里, 我拿出来关掉, 重新听了一遍。 这东西质量还不错, 放口袋里竟然也录得蛮清晰, 虽然声有点小, 但还是正常的。 我嘴唇勾起一个嘲讽的笑, 虽然并不清楚林梅的具体目的, 但这次我并没有让他如愿。 从头到尾, 我都没有同意愿意与林梅平分遗产。 而在这件事之后, 我去了一趟4S店。 十八, 出了车祸的车, 还在4S店里放着。 经理给我打了几次电话说, 要不要修, 我都迟疑了。 最终还是没修, 就放着, 也没让他们去检查。 我从未如此感谢我的行为, 否则的话, 我也不会知道林梅来过4S店, 要求店员修车。 以及, 车上的刹车, 有人为损害的痕迹。 刹车被人动过了, 我不可思议地重复, 你确定吗? 确定啊! 人为改造刹车, 是很容易就能看出来的。 维修工一本正经, 肯定地告诉我, 这刹车绝对有人动过。 剧烈的情绪将我冲没, 我竟然分不出 自己到底是震惊还是欣喜。 此时, 我的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 报警。 必须报警。 我急着去警局, 但临走之前, 我突然转身问修理工, 还有人来问过这个车吗? 既然是人为的, 那就是有人故意谋害我的父亲。 车被第一时间拖到了店里, 人为痕迹无法被消除, 着急的肯定是凶手。 那么谁来找车, 谁就是最大嫌疑人? 有啊, 维修工想了想, 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是个女人, 挺漂亮的, 说是这车主人的妻子, 想早点把车修好拿去开, 催着我们去修。 我默默地想到, 是林梅吧, 她居然有脸称, 自己是妻子。 但是我们没见过她呀。 她说, 自己是女主人, 她就是了。 我就说给你打电话吗, 只是你没接? 这我倒是不记得。 前几天, 我忙遗产的是忙到昏头, 好几个电话都没接到, 是我的错了。 我满面歉意地向维修工道歉。 没事没事, 你忙吗? 她爽朗地笑道, 那女人也说不清跟你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没同意, 这必须得听车主人的话, 怎么能随便去修呢? 再说, 我们还觉得, 你不让修是有自己的考虑呢? 我也笑了, 确实是有, 只是无心插柳柳成音罢了。 当天, 我去了警局报警, 我的父亲是被人谋杀的。 十九, 转天, 林梅就跟我说她撤销了诉讼申请, 想和我再谈谈遗产分配的事, 问我还有没有时间? 我简单糊弄过去了, 告诉她我最近比较忙, 让她等着吧。 我最近确实没空管她的事, 我忙着跟进我父亲被谋杀的案子, 也常去做笔录, 顺便问问警察近况。 虽说有不少证物因各种各样的原因被毁了, 但最重要的被人为损坏的车却保留了下来。 而警察查过监控后发现, 从车启动开始, 车子就没有任何刹车的迹象。 一路上闯了五六个红灯, 在最后一个十字路口, 才因被侧面冲来的大货车撞击而停下。 这说明, 车子的刹车从这次行驶之前就坏掉了。 可是身为当事司机的李胜, 却完全没有告诉我这件事。 警察传讯了李胜一次做笔录, 而李胜则镇定自若, 把自己撇了个干干净净。 说自己因惊吓过度和因伤住院, 忘了说这件事。 真是好笑。 车子相撞的时候, 大货车车头直直撞上了坐在后排右侧的我父亲, 导致他惨死当场。 坐在驾驶位上的李胜却因缓冲只是骨折。 我真是不理解。 这是他的底气吗? 带着我父亲在路上飙车, 却让自己不死的底气。 他是怎么做到的? 警察告诉我, 他们认为李胜的话语有漏洞, 现被列为最大嫌疑人。 二十, 到底是直觉? 我还是觉得林梅与李胜跟我父亲的死脱不了干系。 突然出现的遗书, 林梅莫名的示弱, 人为毁坏的刹车, 李胜与林梅的亲密, 构成了一张网, 好像要将遗产紧紧网住。 直觉如此, 我将遗书的事也告诉了警察, 并拜托他们调查一下林梅。 警察采纳了我的意见, 决定将林梅也列入嫌疑人之一。 眼见这件事有了新的转机, 我有些兴奋。 所以, 即便回到家时略感疲劳, 精神依然是亢奋的。 这种状况, 持续到看到坐在沙发上的母亲、 舅舅舅妈, 以及他们的女儿徐媛媛为止。 我的笑容肉眼可见地收敛了。 目光在三人身上扫过, 而后垂眼脱掉了鞋子。 如果还猜不出来舅舅和舅妈的想法, 我就可以回炉重造了。 我对他们也无法做出亲密的样子, 只是打了个招呼, 便打算上楼回房。 哎, 雪, 舅舅急忙叫住我, 搓了搓手, 怎么不过来说说话呀, 就还等着你吃饭呢? 我吃过了, 不用等我, 我不愿看他, 太晚了, 我先去休息, 有事打电话, 再说也行。 打什么电话呀? 咱们现在不就是面对面聊聊吗? 见舅舅阻拦不成, 舅妈也赶紧出击。 雪, 过来啊! 舅妈好久没见你了, 长这么高了, 都。 我笑了笑, 我笑了笑, 是啊, 上次见舅妈, 还是我高一的时候。 这么多年没什么来往了, 舅妈还是老样子。 她一时语色, 那那住了嘴。 二十一, 舅舅和舅妈, 与我家来往并不密切。 准确来说, 是跟我, 我爸并不亲密。 舅舅一家收入只能说还过得去, 要支撑他们花钱大手大脚的坏毛病, 肯定是不行的。 而我家家境还算优越, 舅舅一家时不时会找我妈来打秋风, 找我爸她大概率是不会理的。 而我也实在不喜欢他们看我时那垂涎的眼神, 总是找借口婉拒。 久而久之, 我妈便是他们一家的突破口。 这次也不例外, 舅舅上门, 肯定是来找他解药钱, 不会有第二个可能。 这么多年来, 我从母亲的直言片语中了解到舅舅是如何打赶, 情牌已要钱的。 而我妈这个傻女人竟然真的以为舅舅只是来叙旧。 每次送钱, 送得心甘情愿。 堪称宋财童子, 着实让我无语。 我也真不明白, 我妈一个九八五高材生, 怎么就被那个重男轻女的小家洗脑到这个地步。 这么多年来, 我不是没有或语重心长或明里暗里地告诉他, 舅舅只是贪图他的钱而已。 但妈妈总是嘴上说着他不是这样的人或者可他是我弟弟。 然后继续给舅舅送钱。 而值得欣慰的是, 最近几年, 他终于进步成在, 我抗议时说, 知道了。 也会鼓起勇气, 拒绝舅舅的要求。 或许总有一天, 他会醒悟, 不再做伏地魔吧。 圆圆也来了, 我对瑟瑟发抖的小孩, 温和地笑了笑, 抬头看向二楼, 又向三人望去, 他进我房间了没有? 没有, 妈妈迅速回答, 我把你房门锁了, 不会让他进去的。 舅舅也急忙点头, 没进, 没进, 没敢让他进去。 我满意地点点头, 好歹我也算一个富二代。 房间里放着的, 都是名贵化妆品, 和各种JK, Lovie的, 汉服。 若是让徐媛媛这个十二三的小女孩, 看到了, 说不准舅舅这次打秋风不成, 还得给我倒赔钱。 其实前几年, 他们可嚣张许多。 徐媛媛那时还小, 又是小女孩, 爱惨了漂亮东西。 抓着我的汉服, 死活不放手, 还想顺走两只我的限量款口红。 舅妈嘴里喊着她是小孩子, 小雪你就给她吧。 舅舅也是叫着一件衣服而已, 别这么小气。 我翻出来淘宝付款界面, 把价格给他们看, 不动声色地堵住了玄关。 掏钱吧, 相当于我二手卖给你们。 看在你们是长辈的面子上, 打个八折。 两人见我如此坚决, 母亲又沉默不语, 再看看那个价格, 脸都绿了。 只能拽着自己女儿往外走, 要她赶紧放下东西, 别再胡闹了。 可须远远平日被惯坏了, 又是个泼辣的主, 哪受得了这委屈? 也不知道她哪来的力气, 直接把汉服扯开, 朝我挑衅般喊道, 我撕了都不给你。 她剩下的话语, 掩埋在清脆的巴掌声之下。 我把她从玄关打到楼梯, 再一下下如踢踢球一般, 把她踢回玄关, 指着她的鼻子心平气和地说话, 在我面前, 你给我放低姿态, 找好自己的位置。 再有下次, 你们全家就别想进我家门。 徐圆圆脸上还有被我扇出来巴掌印, 眼含泪水, 甚至都不敢哭出声。 我妈姓子软, 隐藏的和平主义者, 两边顺顺气就算过去了。 而我爸对这种热爱打秋风的清洗, 向来没什么好颜色。 听过后, 轻飘飘说一句注意分寸, 就不再管了。 自那日起, 舅舅一家就对我客客气气的, 甚至好几个月都不上门。 徐圆圆来了, 也是乖乖做好, 再也不敢乱跑。 所以舅舅还是很怕我的, 就怕我发起风来, 又把他们打出去。 不然也不止趁着我不在的时候, 上门来讨钱。 而如今我回到了家, 舅舅的美梦也就算破碎了。 二十二 妈, 你过来, 我有事要跟你说。 我懒得多说, 但是打算把有人谋害, 我爸这件事告诉母亲。 母亲应了一声, 正要站起, 舅舅却一把按住了她的手, 皮笑肉不笑。 雪, 你先去吧, 我跟你妈说说话。 好巧, 我跟我妈也有话说。 我醋眉冷冷道。 舅舅, 我知道你要干什么, 那我现在就把话挑明白了, 没钱。 我身上一分钱都没有。 当然, 有了也不会给你。 说白了, 你这次就是白跑一趟, 还是趁早回去洗洗睡吧。 这么多年, 你找我妈要那么多的钱, 烂泥也该扶上墙了。 你倒是比烂泥还差劲, 再贪也没有这么贪的。 不等她说话, 我再继续说道, 你应该知道, 我爸有个情人吧。 人家跑过来, 要跟我打官司拿钱。 我现在实话告诉你, 钱都是他的了, 我一分没有。 懂了吗? 你现在去找那情儿要钱, 也比找我要强。 舅舅脸上清一块白一块的, 好像是在判断我话语的真实性。 突然她一把抓住我妈的手。 姐, 你不会不管我吧? 你看圆圆还这么小, 你这个当姑姑的, 不会看着孩子不管吧? 啊? 你可不能撒手不管啊? 家里都要揭不开锅了, 真的没钱了, 你必须得给我。 对此我嗤之以鼻, 有心直接把他们赶出去。 大爱与母亲还在这里, 我索性暴毙已靠在墙上, 冷眼旁观。 你身上还有没有钱? 你身上还有没有钱? 就给我拿一点吧。 我跟赵洁都没工作, 养圆圆这么吃力, 没有你可怎么办呢? 眼看我妈一语不发, 舅舅又把我的姥姥搬出来, 这要是让咱妈知道了, 只不定会怎么骂你。 你就给我拿一点, 我在她面前给你说说好话, 成不成? 母亲双手搅着衣摆, 孽如道, 我没钱。 你怎么没钱啊? 你没钱不会找血药啊? 她就不给你钱, 不让你继承遗产。 舅舅急了, 指着我口不择言。 是不是她欺负你了? 嗯, 是不是她不给你钱? 我打断她的话凉凉道, 我妈自愿放弃了继承权, 现在我是第一继承人。 你怎么对你妈的? 舅舅怒吼, 你还真的就让她放弃? 你就这么无耻地私吞遗产。 还有你, 你, 你, 你怎么这么包子呀? 你女儿都能骑到你头上来? 她指着自己姐姐的头, 一下一下地点着, 刻薄的话语一股脑地冒出来。 你简直废物, 拿个钱都磨磨叽叽的, 我可是你亲弟。 你弟弟都不关心, 以后谁会管你? 我女儿会管我的。 什么? 不只是舅舅一家, 连我也愣住了。 二十三, 我女儿会管我的。 母亲竟然一把甩开了舅舅的手, 看着她鼓起勇气大声道, 我不需要你管。 我就跟我女儿一起, 你以后也别来找我。 你, 你说什么? 你在说什么呀? 你是不是背她, 背她? 舅舅大惊失色, 完全没料到这种情况。 我妈在她面前是憋屈惯了的。 哪怕被骂, 也是一言不吭地受着, 再乖乖地掏出钱来, 哪有这样强硬的时候? 你只会找我要钱。 从我的视角看过去, 能清楚地看到母亲眼里泪光闪闪。 还要骂我, 还要打我? 你除了要钱, 还会干什么? 你就没手没脚吗? 你就不想着要去找个工作? 我女儿的钱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家里的那些亲戚 平时都不怎么联系我, 老金一死全都来了。 我妈深吸一口气, 含着哭腔。 不就是要钱吗? 难道我就这么傻, 全都看不出来? 平日里也就罢了, 我想着大家都是亲戚, 给了就给了。 结果你们竟然还不知足, 还想要老金的遗产。 她怒吼着, 像是被触犯到的母尸。 那都是我女儿的? 我的心里五味杂陈。 我妈性子比较软, 我知道的。 所以, 我总是强势地站在她身前, 替她遮风挡雨。 毕竟无论她是什么样的, 都是我的母亲。 她爱我, 我也爱她。 我只是没想到, 素来以卑贱姿态, 与母家保持一种微妙平衡的妈妈, 竟然因为我而站了起来。 我眨眨眼睛, 强行忍住泪珠。 没听见? 以后, 你们就别过来了。 没有钱给你们, 有钱了也不会再给。 我促眉走上前, 直接一把拎起徐媛媛, 往玄关一扔。 舅妈也因此不得不站起来往外走, 舅舅仍然没有从震惊中回神。 你们又不是残废了, 又不是吃傻了, 不知道要去找工作吗? 全靠我妈养着, 丢不丢人。 我推散了好几下, 将他们三人直接推出门去。 舅妈孩子啊大喊, 不是, 雪, 金雪。 咱们再商量一下, 都是一家人, 咱们还是, 哎。 懒得听他们废话, 我一手一个扔出去, 关了门反锁。 二十四 母亲呆呆地坐在沙发上, 泪水从她的眼里流出。 她忍不住眼面痛哭。 我知道她还需要时间, 又担心她反悔。 索性坐在沙发另一头看手机, 主要是跟警察咨询案件的事。 警方说, 掌握了一些线索, 基本可以确定, 李胜就是主动破坏刹车的人。 她虽然起了杀心, 也实施了行动, 但属实没什么脑子, 也不知道消灭痕迹。 一查监控, 再看指纹, 所有线索都指向了李胜。 至于林梅, 警方也调查了她, 发现林梅跟李胜早就没来眼去很久了。 我爸不在的时候, 都是他们俩在一起。 林梅所居住的小区的邻居可以作证。 而林梅与我爸的孽缘, 全靠林梅自己努力, 从一个小员工爬上老板的床, 实属励志。 这些年来, 林梅其实并没有捞到多少钱。 孩子倒确实是我爸的, 至于孩子是如何诞生的, 恐怕还得问林梅自己。 但从林梅与李胜的聊天记录来看, 我爸对那个私生子反而并没有多喜爱, 甚至可以说是冷淡。 除此之外, 警察还告诉了我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我爸上个月曾被诊断出患有胃癌, 但后来被查明是误诊, 而那时金红浩已经出生。 在对比林梅与李胜的聊天记录, 林梅得知诊断结果的时候高兴得很, 发现是误诊时还大发脾气。 毕竟我爸不死, 他就无法借助孩子继承遗产。 这可能就是他们的作案动机, 钱。 林梅和李胜都等不下去了。 我坠坠不安地收起手机, 心中却想到遗书。 就看我爸对那个私生子的态度, 那遗书肯定有猫腻。 林梅之前急匆匆地找我谈遗产的事, 恐怕就是想拿这个遗书来是我的态度, 顺便再捞一笔钱, 真要去打官司, 他又是怕的。 那遗书又是怎么来的呢? 并且, 自从李胜被传唤之后, 林梅便一直在催我商讨遗产分配的事。 他知道是我报得紧吗? 他之后又会干什么呢? 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 我妈已经冷静了下来。 我安慰了他几句, 心中也为他摆脱那个重男轻女的累赘家庭而高兴。 然后我跟他说了有关遗书和案件的事, 告诉他不要担心, 我自然会处理好这件事。 我在心里做了打算, 明天, 明天一早, 我就去公司, 去公司找林梅。 二十五, 我不能进去, 都说了我是找林梅, 有问题。 我悄悄柜台的木板, 发出清脆响声。 前台小姐姐擦了擦不存在的汗, 陪着笑, 那个, 林姐, 她被主管叫过去了。 我, 我当然知道, 就是我让她去找的主管。 我说道, 自顾自地走向电梯, 前台一步一驱地跟上, 我自己去找她就行了, 你去做自己的事吧。 可是, 哪来这么多, 可是, 我冷冷地瞥她一眼, 电梯门缓缓关上, 她的身影也渐渐消失。 林梅这两天依然在上班, 大抵是不清楚警方要逮捕她的消息。 只是看起来, 她在公司的影响力比我想象的要大, 前台甚至为了她而拦我, 还尊敬地换她为林姐。 到了九层, 电梯门开, 我竟然迎面撞上了林梅。 她的额头略有薄汗, 好似受到了惊吓, 看到我的第一反应是躲避, 然后才故作镇定地打招呼。 我还堵在电梯门口, 林梅匆匆一笑, 就想要绕过我离开。 跑什么? 我一把拽住她的胳膊, 强硬地将她拉到办公室内, 引来众多正在工作的人窥探。 这么着急? 没记错的话, 现在还是上班时间吧。 我, 我去买个东西, 林梅勉强扬起一个微笑, 有什么事, 咱们一会儿再说。 我有急事, 现在去你办公室。 我根本不听她说话, 拉着她往里走, 林梅拼命挣扎, 嘴里大喊, 你干什么? 你别碰我, 你在这样, 我叫人了? 我要报警。 我一个耳光扇上去打断她的话, 你报警啊。 你干吗? 你还装什么? 你谋杀我爸,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二十六, 空气仿佛寂静了一瞬, 最先想起来的是围观群众的窃窃私语和录像照相的声音。 林梅脸上还有被打出来的红印子, 捂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我, 随后尖叫, 你有病? 你胡说什么? 谁杀你爸? 你这样诽谤我呀? 证据呢? 你拿出来证据? 你爸死了, 跟我有什么关系? 证据, 我好笑地盯着他, 你也配这样说? 嗯, 李盛早就被抓了, 他可全都招了。 他说, 是你逼他杀我爸, 说等你拿到了钱, 就分他一半, 你还不招? 他放屁。 明明是, 明明老金的死是意外。 林梅破口大骂, 可眉眼之间, 却有心虚和恐惧, 他甚至还想来打我, 被我轻松一手制服。 你故意的, 是不是? 你不想分遗产, 你就, 诽谤我。 是吧? 你居然敢这样说? 你不信? 我帮你联系警察, 我拿出手机晃了晃, 胸有成竹地笑了笑, 你自己自首吧。 说不准还能少判几年, 李胜不是你的同伙, 大不了你把罪全推他身上, 反正也是他破坏的刹车, 对吧? 林梅明显慌了神, 喘着粗气怒气冲冲, 你住口。 我, 我不知道什么刹车, 你在胡说八道, 是我在胡说吗? 还是你内心有鬼? 你这么着急, 不就是想跑吗? 啊? 我, 我想跑, 林梅怒及返校, 你有证据吗? 可有个女孩却小声拆他台, 你之前不是说要辞职去旅游, 再也不回来了。 我们还想你哪里来的钱? 林梅扭头尖声怒斥, 闭嘴。 那女孩唯唯区区地闭了嘴, 翻了个白眼, 起身离开。 真是神来之笔, 我给她点了个赞。 我悠哉悠哉, 瓦解林梅的心理防线, 也是在替为官群众解惑, 你不就是想要钱吗? 不然, 你怎么想着要杀我爸? 现在理性落网了, 你又能跑到什么地方? 我没有, 林梅死死咬牙, 仍在富于顽抗。 哪里没有? 我早就从人事部那里了解到了。 林梅已经递交了辞职申请书, 过两天就要走了。 我又去了她租房的地方找了房东, 发现林梅有退房的意愿, 连剩下半个月的房租都不要了。 当然, 对我她仍然没有放弃分配遗产, 想必是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呢吧? 她光想着跟李盛远走高飞。 你着急了? 怕了? 心虚了? 我逼近她, 居高临下, 眼里流露出一份怜悯。 你勾引我吧, 想从她身上捞钱未果, 就联系你的奸夫杀了她。 你竟然如此狠毒, 每晚睡觉的时候, 难道就听不见她喊你下地狱的声音吗? 啊, 你滚开, 林梅尖叫一声, 一把推开我, 亮亮呛呛地跑开了。 我微笑着整理了一下衣服, 对着其他人点头示意, 然后大步追向林梅离去的方向。 走在路上, 我还不忘给警察打电话, 林梅在公司, 她要畏罪潜逃。 二十七, 林梅是个色力内忍的女人, 妥妥一个小绿茶, 也就玩玩没长眼睛的男人罢了。 我之前说那些话, 只是为了恐吓她, 找出她的破绽。 倒没有真的想要为我的父亲申冤, 出轨有什么好喜的, 还不如早点洗洗睡呢。 林梅看起来十分恐慌, 双目无神, 一路上跌跌撞撞的, 甚至撞到了不少人。 我悄无声息地跟着她, 一路走到一个偏僻无人之处。 林梅抓着手机, 紧张地看了看四周, 并没有注意到躲在拐角墙外的我。 借住镜子, 我看到她抹了把眼泪, 颤颤巍巍地手点着屏幕, 给某个人打了电话。 被发现了, 被发现了。 林梅雨无伦次, 泪水抑制不住地喷涌而出。 金雪来找我了, 她说你的事了。 我都跟你说了别去, 你非要去搞什么刹车? 被发现了, 怎么办呀? 我当初就只是说想她死, 没想你真去杀她呀。 你是不是有病, 电话不知为何开了免提, 传来李盛疲惫无力的声音, 金雪炸你, 你就来找我。 林梅哽咽, 她说你被抓了, 你还把我供了出来。 对面陷入长久的沉默, 然后是一个严肃的男生传来, 这里是警察局, 林梅, 我们怀疑你跟一起谋杀案有关。 我没忍住, 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突然感觉肩膀被人拍了一下, 扭头一看, 竟然是两个身着警服的警察。 一人靠住呆愣的林梅, 另一人接过手机, 张队, 我们抓到嫌疑人了。 二十八, 林梅和李盛归案后, 对犯罪事实共认不讳, 只是两人开始狗咬狗, 互相称对方是主谋, 而自己是无辜的。 但从两人的聊天记录来看, 林梅提供了犯罪思路, 而李盛则实施了犯罪行动。 我父亲被诊断出胃癌的时候, 金红浩已经出生, 林梅还以为自己能借此争取遗产。 谁知道诊断是误诊, 断了林梅的美梦。 一次闲谈中, 林梅说道, 不想再过这样的生活, 希望能跟李盛走, 但走之前还想再捞一笔钱, 故而想到杀死我爸。 而两人的想法本来是, 行驶在偏僻的路上, 车因刹车失灵, 而撞向术或者护栏等, 然后李盛下车杀死我爸。 最后伪造乘车, 自然起火出世。 为此, 李盛还加固了驾驶座, 甚至做了一些防护。 谁知道, 一辆大车打乱了他们的计划, 但我爸却意外死亡, 而李盛则断了一个胳膊, 对他们来说, 简直是意外之喜。 之后, 他们便按照计划想要捞钱, 我一开始不追究死亡原因, 反而正中他们下怀。 而那封遗书, 其实是林梅在得知诊断结果之后, 哄骗我爸喝酒后写下的。 几乎是林梅说一句, 我爸写一句。 林梅甚至还录下了写遗书的全过程, 存在电脑里。 这封遗书到底有无法律效应不重要, 重要的是能利用它欺骗我, 以达到分配遗产的目的。 但是现在一切都不重要了。 林梅和李胜被抓捕归案, 等待他们的是法律的制裁。 很多年的劳犯想必是少不了的。 遗书自然无效, 遗产便仍然落在我手里。 至于金红浩那个私生子, 我奶奶竟然有意收养他。 我微微一笑打了个电话过去, 奶奶,如果你同意收下他, 那我便与你们那边断绝关系, 以后就让他替你养老送终吧。 奶奶恼羞成怒, 却被我一句话对回去, 毕竟我爸也给你留了钱, 您自己身上也有钱, 养大一个小男孩不难吧。 就祝他长大了能记得您的养育之恩, 别长成一个白眼狼就好, 忘了自己母亲是如何杀害父亲的。 也许有朝一日, 这个小男孩真的成为了白眼狼, 那可就。 他们怎么可能真的用自己的钱, 任劳任怨地, 养杀害自己儿子的女人的私生子。 故儿再也不说什么, 要金红浩认祖归宗的事了。 那小男孩被自己的外婆家接了回去, 至于后面的事, 我不会管, 也管不着。 他固然可怜, 但与我无关。 事情都了结了后, 我替父亲简单办了葬礼, 又把原来的旧房子卖了, 换了一间虽然小, 但温馨的房子。 母亲摆脱了伏地魔家庭后, 也不那么软弱了, 对着母家, 也能说几句硬气话。 我则是爷爷奶奶那边唯一的孙辈, 便被迫接受了宠爱。 虽然这仍然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上, 但这简单粗暴的关系, 也让我松了一口气。 一直到我大学毕业, 也在没有什么不长眼的人, 跑来攀亲戚。 母亲重拾了自己的工作, 人也越来越开朗。 我则接手了公司, 开始了新的打拼。 其实很多时候, 我都在想, 若是当年我没有发现车祸的真相, 没有强硬对待林美, 没有阻止亲子鉴定, 现在会是个什么样子? 想必我一定痛苦不堪吧? 所幸, 一切都在变好, 一切都是最美的模样。 离预产期只有三天, 小三发来和老公调情信息炫耀, 害我早产要离婚, 婆婆却骂, 男人就是天怪你个贱人没本事, 不料我这样做, 让婆婆求着离婚。 在我离预产期, 还有三天的时候, 我发现程浩出轨了。 小情儿直接打电话, 来我这炫耀, 还给我发了他和程浩的调情记录。 我提出离婚, 程浩跪在地上痛哭流涕, 求我原谅。 争论拉扯间, 我破了羊水。 阵痛十几个小时后, 我生了个女儿, 却因为早产进了保温箱观察。 女儿很像程浩小时候, 眉眼间也有几分我的影子。 这是我们爱情的结晶。 如果不是发现程浩出轨, 我现在一定也是满心欢喜吧。 从产房出来后, 程浩激动地拉着我的手。 招招, 你放心孩子没事, 医生说只是送去观察一下, 你辛苦了。 眼前的程浩神色焦急, 眼神里还带着深深的悔恨。 相爱八年, 结婚五年, 要说没有一丝心软, 是不可能的。 可我想起了, 那个叫和婉的女人, 发来的聊天记录。 聊天记录里, 程浩对她一口一个宝贝, 带她去我们吃过的餐厅, 去各地旅游, 生气了, 会给她买包包谢罪, 情人节, 她甚至会订两束, 一模一样的鲜花, 分别给我和她。 今年, 我们结婚五周年纪念日, 她把那个我想了好久, 却一直没舍得下手买的包包, 当作礼物送给我。 那个包包到手十万左右, 凭我和程浩的收入, 买一个也并不是很吃力, 但我想着, 我们的孩子很快就会出生, 到时候花钱的地方还多着。 而且, 这几年我们的生意, 因为各种原因也不景气, 我因为被孕, 早早从公司退了下来, 这个结果眼, 上我不想给她带去太多压力。 老婆你放心, 老公我这点钱还是有的, 你只要安心养胎就行了。 那时候, 我还多么庆幸自己找对了人啊。 没想到她转头, 就因为没有陪和晚, 给她也买了个一模一样的。 最后, 和晚甚至还拿这个来我面前炫耀。 她说, 阿浩说了, 早就对你没感情了, 我希望你能成全我们。 你放心以后, 我会好好对你的孩子, 当个好后妈的。 想到这, 我狠狠打开程浩的手, 只说了两个字, 离婚。 每个人对婚姻的容忍度不一样, 出轨是我绝不能容忍的点。 尤其是在我孕期出轨, 程浩简直不是人。 我做不到原谅。 二, 见我不为所动, 程浩只好搬来了公公婆婆。 说来好笑, 当初我还没怀孕时婆婆天天嚷着要抱孙子。 我和程浩结婚五年未遇, 他话里话外都在催促要我们早点生。 趁我和你爸都还年轻, 生了我们还能帮着搭把手。 要我说, 就是你们这代年轻人太自私, 只想着自己玩, 一点都不想承担责任。 你放心招招, 你只管生, 剩下的都交给我。 婆婆拍着胸脯保证, 一定不会影响我的工作和生活。 可等我真的怀上后, 婆婆不是腰疼, 就是头疼, 反正是啥活也干不了。 怀孕十个月, 他们竟然连一次也没来看过。 婆婆刚一进门, 看见正在我面前努力讨好的的程浩, 就变了脸色。 她重重地降门一碰, 第一句话, 不是关心我或者孩子, 而是对着我阴阳怪气。 两个人好好的, 怎么就闹成这样? 秦昭你也是, 就算成浩犯了天大的, 错你就不能忍着点。 我瞪大了眼睛, 看着婆婆, 不可置信地开口, 妈, 你知道, 成浩干嘛了吗, 你就叫我忍。 我如此直白, 成浩一家三口, 脸上都有些挂不住。 不就是在外面, 有个红颜知己吗? 这有什么稀奇的? 成浩平时压力大逢场作戏而已, 你大度些。 他这叫出轨。 这是成浩的错, 为什么要我大度? 我气得不自觉将声音拔高了几个度。 成浩在旁站着, 不敢说话。 婆婆不赞同地看着我, 声音小些。 真不怕丢人啊, 哪个老爷们没点花花肠子, 说到底还不是怪你自己没本事, 管不好自己的男人。 闹两下就得了, 还真想离婚。 你一个生了孩子的女人真离婚了, 我看哪个男的还敢要你。 婆婆噼里巴拉一顿指责, 唾沫星子都飞到了我脸上。 我没想到, 成浩他妈竟然能说出这样的话。 我原生家庭不好, 他一直都知道。 当初结婚时他可是拉着我的手, 口口声声说要把我当他的亲女儿看待。 是我傻傻将这句话当了真, 却没曾想不论婆婆嘴上说得多么好听, 真有什么事, 他们绝对永远站在自己儿子那边。 说完这番话, 婆婆的神色又缓和了些, 握住我的手轻声道, 招招, 你现在没工作也没收入, 你娘家又是那个样子, 日子不会好过的。 再说了你, 也不忍心, 自己的孩子一出生, 就没有爸爸不是。 刚刚成浩也说了, 肯定会和那个女人断了, 你就原谅他吧。 婆婆这番话, 看似为我好, 实际是在拿捏我。 告诉我我没有退路, 孩子都生了, 还能掀起什么风浪来。 陈浩这时, 也跟着连连点头, 打开手机, 当着我的面, 将和婉的联系方式统统拉黑。 老婆你看, 我把她已经拉黑了, 我发誓以后, 只守在你和孩子身边, 你相信我好不好? 再给我一次机会。 三, 看着眼前的两个人, 我恨得几乎将指甲掐进肉里, 可他们的话也没错。 我爸妈从小就十分重男轻女, 他们永远只会替我弟弟秦川谋划着想。 在他们心中, 我早晚会成为别人家的人, 替别人家养孩子太不值了。 就连大学四年的学费, 他们都不愿意出, 还是我去办的助学贷款。 可我弟弟的一双鞋, 就能抵我一年学费。 大学毕业后, 我很少回家和他们联系, 直到陈浩向我求婚, 我们回家拿户口本领证。 原本我爸妈还一脸不情愿, 在得知陈浩开公司是个老板后, 迫不及待地将户口本塞在了我怀里, 生怕下一秒, 陈浩会反悔的模样。 结婚后, 他们再三嘱咐我, 要我平时收敛着小性子, 别得罪了陈浩。 他们不会知道, 也不想知道, 公司是我和陈浩一起创立的, 能做到如今的规模, 少不了我跑前跑后拉业务。 在他们的认知里, 只有男人才会干大事业, 女人的职责就是在家里相夫教子。 我妈开始给我打电话关心我, 开始我还觉得受宠若惊。 过了一阵子, 我妈才犹豫着表示, 要我多帮衬帮衬秦川, 最好能在陈浩公司给她安排个小官当当。 打电话时, 我开着免提, 陈浩正在我旁边。 我的脸煞时红到了耳根, 我弟弟从小被我爸妈宠坏了, 不学无术, 连大学都没考上, 毕业后换了十几份工作。 我实在无法开口, 可陈浩却在旁边向我妈保证 会给秦川安排个好差事, 让她放心。 陈浩嘴甜一口一个妈, 给我妈哄得心花怒放, 对比起来, 她倒向是我妈的亲儿子。 事后陈浩耐心地解释, 秦川是你的亲弟弟, 我当然也要为他着想, 你放心, 我们就给他安排个闲散的岗位。 现在秦川仗着是老板小舅子的身份, 混得风生水起。 那时候, 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陈浩, 是他抹去了我原生家庭带来的阴影。 这件事后, 我妈更是让我多卖力讨好陈浩, 最好能快点给他生个孩子, 用孩子牢牢把他拴住。 如今我要离婚, 第一个出来阻拦的肯定就是我爸妈。 可陈浩就像掉进马桶的牙刷, 就算洗干净了, 我也不可能再用。 虽然他现在说的信誓旦旦肯定会改, 但大家都知道, 男人的话要是算数, 母猪都会上数。 我现在应该想的是, 怎么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陈浩刚刚被我发现出轨, 正是他内心最慌乱, 愧疚最浓烈之时。 这个时候, 为了不离婚, 我提什么要求, 他都会答应。 想到这, 我默默擦了擦眼泪, 对着婆婆说道, 妈, 你说得对, 但是我现在心里很乱, 要不你和爸先去看看宝宝吧。 婆婆见我没那么激动, 也放心了几分, 终于想起她, 还没去看孙女。 招招, 你这样想才对, 虽然只是生了个女儿也没事, 你还年轻好好养好身体, 明年再生个二胎。 死老太婆怎么想的? 你儿子都在我孕期出轨了, 还想要我给你们生儿子? 想得倒挺美。 可我面上装作无事, 甚至还挤出一丝笑容, 目送公公婆婆出了门。 四, 大发走公婆, 现在我该好好处理程浩了。 我正色看着她开口, 程浩, 我心里也很想原谅你, 但我只要一想到, 在我怀孕最辛苦的时候, 你却在外面陪别的女人, 我就。 当初你跟我求婚的时候, 怎么说的? 你说会对我一辈子好, 你都忘了吗? 我说得潸然泪下, 或许是我的话勾起了程浩的回忆, 她脸上的痛苦, 不忍护之欲出。 老婆, 你别哭了, 看在女儿的份上你, 就原谅我好不好。 只要你原谅我, 你说什么我都答应。 听到这句话, 我缓缓止住了哭泣。 真的吗? 好, 那你现在就把你名下那部分房产份额, 给我签个无偿转让协议, 全部转到我名下, 然后再给录个视频, 好好说说你和那个河婉, 是怎么搞到一起去的。 你要保证, 如果以后再出轨, 就净身出户。 我话说完, 程浩便露出为难的神色。 我们名下一共有三套房产, 都是我们婚后买的, 写的是我们两人的名字。 现在这三套房子加起来价值千万, 程浩也不可能放心, 真的把它们全部放到我名下。 见状我立马大哭起来, 好好好, 就这么点是你都不愿意答应。 你做了这么大错事, 我都愿意原谅你。 我现在不过是想要些安全感而已, 你都不愿意, 那我们还是离婚吧。 老婆我答应, 你还不成吗? 我现在就去办, 只要你不再提离婚, 我什么都答应你。 程浩在我的要求下乖乖录了视频, 并保证日后如果再出轨, 就净身出户。 原来他们俩从我刚怀孕起就搞在一起了。 我问他, 为什么要在我最难的时候背叛我? 他红着眼说, 老婆我觉得你自从怀孕后就变了, 心思也没放在我心上, 整天要我陪着你, 你还要和我抱怨, 我妈为什么不来看你? 我还得小心翼翼哄着你照顾你的情绪, 可我压力也很大呀。 但是跟他在一起就不一样, 他就像一朵温柔的结语花, 在他那我可以尽情地释放压力。 但是你放心, 我对他绝对没有动真感情, 我最爱的永远只有你一个。 从陈浩的讲述中, 他有没有动真感情有待怀疑, 但钱可没少花。 单单从他嘴里说出的大头就有近五十万。 何婉今年二十二岁, 刚刚从一所艺术院校舞蹈专业毕业。 小姑娘仗着自己年轻貌美, 便想攀高之一劳永逸, 陈浩在他身上花费的每一分钱, 我都记录在案, 但现在却不是让他还回来的最佳时期。 七天后, 我和女儿双双出院, 新的房产证也下来了。 看着房产证上单独所有四个大字, 我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 自我生产后, 陈浩一直陪在我身边, 哪怕家里请了月嫂和保姆, 她也亲力亲为。 保姆周阿姨看着忙前忙后的陈浩赞不绝口, 一个劲地夸我命好。 我只是笑笑不说话, 有些东西外表看着光鲜亮丽, 实际上内里已经烂透了。 月子里陈浩和月嫂将我照顾得很好, 出月子后, 我身材便恢复得七七八八, 丝毫看不出生过孩子的模样。 圆圆在我们精心照顾下, 也长胖了许多, 白白胖胖的人见人爱。 陈浩见我彻底放下了那件事, 也放心地回了公司。 他不知道, 在何晚联系不上他的这些日子里, 每天都在疯狂给我发信息。 何晚毕业后, 没有工作, 一直处在被陈浩包养的状态。 而他本人花钱大手大脚, 陈浩每个月给他的钱都被他挥霍一空。 他找不到陈浩, 只好来骚扰我。 秦昭你这个老女人, 是不是你逼着阿浩不理我的? 别以为这样, 阿浩就能回心转意。 他说了他, 对你一点感情也没有了。 我无动于衷, 只给他发去了陈浩这些日子, 给我写的小作文, 以及转账记录。 他立马极度地发狂, 好像是我抢了他的东西似的。 我真不懂, 陈浩拿着钱, 也不吃点好的, 非要找这种人。 他发来的十几条长达六十秒的语音, 我一条也没点开。 人只要看过大海, 又怎么甘心回到原本的小溪中呢? 我只是问他, 还想不想过回之前的日子, 如果想的话, 就按我说的做。 片刻后, 对方给我回了个, 你想要我怎么做? 看着他发来的信息, 我顿感身心舒畅。 何婉, 你可千万别让我失望啊。 五, 自从出了月子, 我直接断了母乳, 把圆圆托付给了周阿姨照顾。 周阿姨人老实可靠, 她带孩子, 我很放心。 我再也不想像之前怀孕一样, 每天在家等着陈浩, 闲暇时光我, 都是出门自己找乐子。 这天我做完美容刚回到家, 就看见婆婆面色不渝地坐在沙发上, 沙发周围都是我下午逛街买的衣服。 承浩则是像个安纯一样, 站在他妈旁边。 哟, 还知道回来啊。 我笑了笑, 妈你怎么来了? 承浩你也是, 妈来你都不知道, 给我打个电话。 婆婆两个鼻孔朝天, 美好气地哼了一声, 我不来都不知道, 你竟然把我儿子欺负得这么厉害, 我要再不来, 承浩不得被你欺负死啊。 我故作惊讶, 妈您这是什么意思? 婆婆见我装不明白, 索性不装了, 你哄着我儿子把财产都放到你名下, 是什么意思? 还让他录了什么狗屁视频? 你是什么居心? 说完他还上下打量我一番, 目光里都是鄙夷。 你看看, 你穿的这是什么东西? 都当妈的人了, 还这么不知检点? 你是不是在外面找了什么隐男人, 想把我们家财产都骗走? 我看了看, 自己身上穿的不过是一条红色吊带连衣裙, 除了露出两个胳膊外, 该遮的地方都遮得好好的, 怎么就不知检点了呢? 婆婆这贼喊捉贼倒打一耙的本领, 真让我长见识了。 我反唇相机, 妈, 你搞清楚, 是陈浩出轨在前, 再说了, 不管是公司还是房子, 都是我和他一起赚的, 我要点保障怎么了? 你也是女人, 要是你老公出轨了你, 也能做到什么事都没发生吗? 婆婆怒了, 手直直指着我的鼻子, 破口大骂, 出嫁从夫, 你嫁到我们家来一辈子是我们家的人, 就要一辈子以称号为天。 男人找找小三怎么了? 你以为谁都跟你似的极度心这么强? 就算你爸有什么, 我也不会跟你似的要死要活, 你这样只会让男人更厌烦, 你应该好好反省反省你自己。 我早就想说了, 你嫁到我们家足足五年, 才生了个丫头骗子, 陈浩在外面找也是对的, 免得让你这个女人断了我们家的香火。 婆婆的言论, 总是能一次次刷新我的三观。 陈浩在一旁, 似乎也觉得他妈这话说得太过分, 伸手拉了拉他妈的衣袖, 结果被他妈一巴掌拍在头上, 你也是个没出息的, 不知道被他灌了什么迷魂汤。 婆婆越说越来劲, 明天你们俩就去把房子的名字改过来, 不然我们家就不认你这个儿媳妇。 妈! 婆婆打断陈浩的话, 我和你爸最近也没事, 明天我们就搬来和你们一起住, 正好监督你们。 我无所谓地转身回房, 怎么说, 现在陈浩的大半身家都掌握在我手里。 姐有钱有言, 大可以来个去付刘子。 但陈浩他们一家的好戏还在后头, 我可不能这个时候离场。 六, 第二天, 婆婆就带着公公搬进了我们家。 在此之前, 我在网上下单了针孔摄像头, 除了卫生间没装之外, 我把家里其他角落都安装了一个。 公公是个高中老师, 还没到退休的年纪。 每天家里白天, 就只剩我和婆婆, 还有周阿姨在家。 婆婆来后, 就以各种理由刁难周阿姨, 明里暗里, 说我现在是个闲人, 干嘛要多出一份钱来招个佣人, 浪费她儿子的钱。 我直接从周阿姨怀里, 抱过刚刚熟睡的圆圆, 丢在了婆婆怀里。 圆圆的屁股刚挨到婆婆的胳膊, 就大声哭泣起来。 妈, 当初不是你说想早点抱孙子的吗? 那以后照顾圆圆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咱们都不和你这个奶奶抢哈。 圆圆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婆婆手忙脚乱地哄了一通, 根本哄不住。 最后只好又将孩子交回周阿姨手里, 面色兴兴。 我当初说的是想带孙子, 这丫头也太爱哭了我哪里带的了, 还是你们来吧。 几个月后, 圆圆渐渐大了, 婆婆又开始催二胎, 整日对着圆圆喊帕儿。 帕儿帕儿, 让你妈妈给你生个弟弟好不好。 我纠正过几次, 女儿的名字叫圆圆, 婆婆都嗤之以鼻, 一个小丫头就你看得金贵, 你还是早点生个儿子才是正道, 别怪妈没提醒你, 有了儿子才是真正拴住了男人的心。 我没理她, 只当她的话是放屁。 可我没想到, 婆婆竟然敢给圆圆喝腐水。 这一天, 圆圆说什么也不愿意喝奶, 总是哭闹, 还吐了两次。 周阿姨怀疑孩子是不是吃坏了什么东西, 但圆圆现在还小, 连腐食都没添加, 每天除了喝奶, 就是喝水。 心中咯噔一下, 我调了监控处来看。 我眼睁睁看着婆婆把圆圆抱到她房里, 用打火机烧了符纸, 再给圆圆灌了下去。 边灌边说, 快喝, 喝了你就能有弟弟了。 我不放心, 又调了前几天的监控, 发现婆婆已经是连着三天给圆圆喝这种水了。 我立马冲到婆婆房间, 质问她是不是给圆圆吃什么东西了。 公公今天加班没在家, 程浩在洗漱听见我动静这么大, 也跟了上来, 询问出了什么事。 婆婆刚开始死活不承认, 在我的再三逼问下, 婆婆才心虚地说, 我就是给她喝了点水, 那服很灵的, 我们村好多人都喝过。 我目自欲裂, 你给我等着, 要是圆圆有什么事我一定不放过你。 程浩也狠狠埋怨, 妈你这是给我, 来添什么乱。 我和程浩赶紧将圆圆抱到了儿童医院, 各种检查下来, 医生说圆圆这是肠胃炎, 需要住院治疗。 看着圆圆苍白的小莲, 我简直心如刀割。 程浩要来抱孩子, 我不着痕迹地躲开了。 我陪着圆圆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星期, 婆婆硬是一眼, 没来探望。 公公倒是晚上下班, 后来了两次, 只是没一会儿又被电话叫走了。 七, 圆圆出院那天, 程浩来接我和孩子。 正在开车呢, 婆婆的电话就打了进来。 程浩的手机连着蓝牙, 刚一接通, 对面就传来婆婆鬼哭狼嚎的声音。 儿啊, 你快回来吧, 你妈我不想活了呀。 程浩朝后面看了我一眼, 尴尬极了。 妈你说什么玩笑呢? 呜呜呜, 你爸外边有人了, 你快回来, 晚一点你就见不着你妈了。 我在后座抱着圆圆, 没有说话。 回到家, 家中一片狼藉, 就连挂在墙上的电视机都被砸了个窟窿。 公公脸上全是血印子, 婆婆一边脸, 肿得和馒头似的, 正伏在地上哭。 周阿姨手足无措地拿着手机站在厨房。 我把圆圆送到周阿姨手上, 示意她带着圆圆出去逛逛。 带周阿姨走后, 程浩才无奈地等于地开口, 爸、妈, 你们俩这是闹什么呢? 不等公公说话, 婆婆哭着说, 你爸是个老畜生。 我就说他这几个月, 哪来这么多搬家呢? 原来是在外面养了女人, 你不知道啊, 他还喊那个女人小甜甜。 我呸! 半截身子入土的人, 也不害骚。 公公立马反驳, 我有什么好害骚的? 我和婉婉那是真爱。 听见公公竟然出轨, 还如此理直气壮, 程浩惊掉了下巴。 等了半天才犹豫着开口, 爸, 这就是你不对了, 您都这么一把年纪了。 公公听见程浩开口反驳自己, 不耐烦地摆摆手, 怎么, 只准你们年轻人追求真爱, 就不许我们年纪大点地寻找爱情了。 程浩怜想到自己的风流运势脸上有些挂不住, 一时间竟不知道如何开口了。 婆婆原本以为程浩回来, 公公能收连点, 没想到在儿子面前, 公公还是铁了心, 彻底崩溃。 冲上来就要撕了公公, 被我一把拦住, 好心劝道。 妈, 这就是你不对了, 男人在外面有个把女人, 不是很正常吗? 你看看, 你现在和婆妇一样, 爸怎么受得了? 你应该大度些, 好好反省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不然怎么连个男人都看不住。 见我为他说话, 公公朝我露出感谢的目光, 立马对婆婆说道, 李凤仙你看看你, 思想觉悟还没儿媳富高。 婆婆被我和公公气的一屁股坐在地上直喘粗气。 上次我就告诉何婉, 陈浩不过是和他玩玩, 永远不会真的和我离婚, 那他就随时会有被抛弃的风险。 于是我好心给他指了条名录。 我公公成启元, 今年五十六, 高级教师, 一个月工资就有一万多, 名下有两套房产, 成浩每个月还会给他爸打两万块钱当赡养费。 更重要的是, 公公虽然五十六岁了, 但外表看上去还很年轻帅气, 还带着一丝儒雅。 据我了解, 公公对我婆婆的感情可就没那么深了。 何婉说这正是他喜欢的大书型, 既然当不了成浩的老婆, 就当他的后妈。 我,六。 公公果然也没经受住诱惑, 两下就被何婉拿下。 这种话你都说得出口, 离婚。 我要离婚。 婆婆疯了一样, 朝公公吼道。 这下不等公公开口, 我又继续说道, 妈你看看你, 又说胡话了, 你都快六十了, 还闹什么离婚, 传出去不是让人笑话吗? 婆婆气得垂胸顿足, 简直要一口老血喷出来。 这时, 公公的手机铃声又响了起来, 她掏出手机, 看见上面的电话号码时, 竟然立马露出甜蜜的笑容。 跑到阳台上, 小声说了几句后, 立马冲进房间, 换了套干净衣物, 还顺手洗了, 把脸刮了胡子。 看样子, 这个电话是何玩打来的? 爱情的力量可真大, 我默默感叹。 八, 眼看着公公要离开, 婆婆从地上一个弹射冲到门口, 双手挡着, 不让公公出去。 程启元, 我告诉你, 你今天要是赶出这个门, 我就和你离婚。 公公也急了, 一把推开她, 离就离。 公公夺门而出, 程浩只好上前将婆婆扶起。 婆婆扶在程浩肩头, 放声大哭。 我面无表情地回了房间, 开始收拾自己的和圆圆的行李。 等程浩满脸疲惫地回到房间, 我已经将行李收拾完毕。 老婆,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耐住性子和她解释, 你看, 现在家里闹成这个样子, 我还是先带着圆圆去别处住吧, 等你们家的事处理完我再回来。 听见我这么说, 程浩重重叹了口气, 也好, 还是我送你们吧。 不用了, 你看妈伤心成那个样子, 你还是好好陪她吧, 我自己开车去就行。 程浩感激地看着我, 伸手还住了我的腰, 老婆, 还是你好。 我忍住想吐的欲望。 想什么呢? 我是怕你们吵起来的时候, 见我一身血。 我带着周阿姨回了另一套房子, 并且飞快换了锁, 并嘱咐门卫除了我和周阿姨外, 不要放任何人进来。 第二天, 我就从监控视频中看到, 公共终于回到了家, 正式向婆婆提出离婚。 公共脸上的坚定又比昨天多了几分, 这是我写好的离婚协议, 财产咱们平分, 现在儿子也大了, 不存在抚养权问题, 你看看, 没什么意见就签字, 咱们马上去领证。 婆婆和程浩都呆了。 程启元, 我跟着你辛辛苦苦几十年, 现在日子好过了, 你就要离婚? 我不活了呀我, 我现在就死给你看。 婆婆对着桌角, 就打算来个猛科。 幸好程浩眼疾手快, 才没让婆婆血剑当场。 看见婆婆如此寻死密活, 公共眼里满是厌烦, 别要死要活的, 今天不管怎么说, 这个婚也必须离。 果然, 当一个男人不爱你的时候, 就算你死在他面前, 他也只会觉得你脏了他的眼。 程浩看着眼前铁了心的公共说道, 爸, 妈怎么说也和你结婚这么多年了, 你就一点也不顾念夫妻之情吗? 公共催促, 我和你妈的缘分已经尽了, 你不用再劝我, 我是一定要离婚的。 婆婆红灼眼咬着牙说, 想让我离婚给你的心欢腾地方。 做梦? 见婆婆如此坚定, 公共气得开始收拾行李, 直接搬了出去。 婆婆被刺激的心脏病发作, 进了医院。 九, 婆婆住院这么大的事, 怎么说我还是她的儿媳妇, 理应去看望看望。 我买了个大果兰, 已已然进了病房。 妈, 您这是何必呢? 为了这么点小事, 把自己弃成这个样子。 见我哪壶不开提哪壶, 婆婆一个劲地给自己顺胸口。 程浩也不赞同地看着我, 示意我别再提这个事给他妈捅刀子了。 可我就跟看不懂她的表情似的, 继续说, 对了, 爸是不是身体有什么毛病啊? 刚刚我看见她也在医院, 身边还站着个年轻女人。 不等我说完, 婆婆一下子恢复了精神器, 从床上弹起来。 儿子走, 我今天倒要看看是哪个小妖精敢勾引我老公。 我假意阻拦, 还是别吧, 这么多人闹大了, 多不好看啊。 婆婆指着我骂, 你费那么多话干什么, 前面带路去。 我带着他们左拐右拐, 竟然来到了妇产科。 程浩看着上面的牌子怀疑地说, 老婆你是不是看错了? 我笃定地点头, 没错就是这。 话音刚落, 公公小心翼翼扶着一个女人走了出来。 女人的小妇威, 威龙起, 两个人脸上满是幸福与期待。 在不知情的人看来, 这就是一对普通夫妻。 我心里砰砰直跳, 转身去看婆婆和程浩的表情。 婆婆脸色铁青, 全身都不受控制地抖了起来。 程浩一张脸白了红, 红了白, 要多难看, 要多难看有多难看。 她比婆婆更快一步, 冲上去想给河婉一个耳光。 被公公一伸手推开了。 程浩, 你在干什么? 公公眼里全是戒备。 程浩看了看躲在公公身后的河婉, 又看了看愤怒的婆婆 以及一脸诧异的我, 终于忍受不住。 抬手左右开弓, 啪啪啪啪啪啪, 给了自己几十个耳光。 吃瓜群众和不明所以的公公婆婆都呆了。 婆婆率先反应过来, 冲过去想要制止发疯的程浩。 儿子你怎么了? 你别吓妈妈呀! 程浩就跟没听见似的, 继续在那扇自己。 我将婆婆拉到一旁, 小声说, 妈, 爸出轨的那个女人, 好像就是当初程浩在外面的那个。 片刻间, 婆婆战红了脸, 眼底全是震惊。 只看她熬的一声冲过去, 对着河婉的脸, 就开始撕起来。 公公为了保护自己的真爱, 立马和婆婆扭打成一团。 而我退到一旁, 拨通了报警电话。 警局里, 警察问, 你们四个是什么关系? 他们四个面面相去, 最后还是我开口说, 这是我公公, 这是我婆婆, 这是我老公, 这小姑娘是我老公的前女友, 也是我公公的县女友。 这复杂的关系把警察都绕蒙了, 回过神来后, 警察对我露出了怜悯的目光。 最后, 警察将他们这视定性为家庭矛盾, 但影响十分恶劣, 对他们进行了一顿批评教育。 临走时, 好心的女警还悄悄对我说, 姐, 你老公这一家太奇葩了, 你还是多住一点。 我对她表示了感谢, 除了警局, 公公还是选择和和婉站在一起。 我是真佩服, 哪怕知道和婉曾经是自己儿子的情人, 公公也并不介意。 承昊和婆婆站在一起, 两个人身上都挂了彩, 好不狼狈。 承昊上来还想牵我的手, 被我猛地打开, 你让我感到恶心。 十一 一个星期后, 我向法院递交了离婚诉讼, 递交的证据有程号录的视频, 以及上次我的报案回职。 与此同时, 婆婆也收到了法院的传票。 和婉的肚子等不了了, 公公必须马上和婆婆离婚给和婉和她肚子里的孩子一个名分。 和我一样, 她选择了起诉。 拿到离婚判决书后, 和婉并没有马上和公公领证, 而是先叫公公将那套房子的产权转到了她的名下。 承昊也劝过, 和婉不是个好东西, 让公公长个心眼。 可公公不管不顾, 直接将房子赠予了和婉。 她说, 人家一个小姑娘都愿意给我生孩子, 我也要给别人一点安全感。 承昊没办法, 只好游着她去了。 我也拿到了法院的判决书, 正式恢复单身生活。 承昊也带着婆婆从我的那套房子里搬了出去。 可笑的是, 婆婆那边并没有她教育我时那样大度, 她选择去公公学校拉横幅, 彻底把公公的名声搞臭了。 本来公公离退休只有几年了, 这下因为道德关系, 学校不得不把她开除。 又过了几个月, 和婉给公公生了个儿子。 现在他们一家可热闹了。 不知道承昊看着和婉, 这个后妈, 以及那个比她女儿还要小的弟弟, 是什么感觉。 反正看到他们一家子鸡飞狗跳, 我是挺开心的。 承昊因为家事也无心工作, 公司在他的打理下越来越糟糕, 还好我已经提前把属于自己的股份转让了。 十二, 倒是我爸妈, 得知我和承昊离婚后打电话来给我臭骂了一顿, 说我不知好歹, 脑子有病。 我知道他们担忧的不过是秦川以后在公司怎么混。 为了不让他们提心吊胆, 我直接将秦川开除了, 然后拉黑了他们所有人的联系方式。 离婚后, 承昊也来找过我, 问我为什么骗他。 我反问, 先骗人的难道不是你吗? 你在我孕期出轨, 我就必须得原谅你。 还有你吗? 他觉得我没有依靠, 就可以任意拿捏。 承昊, 你人也是有脾气的。 你明明知道我对你有多么信任, 因为我自己家庭的缘故, 我对家有多渴望, 可你毁了这一切。 你知道我有多恨你吗? 没有给他继续说话的机会, 我把他也拉入了黑名单。 最后的最后, 我卖了房子, 带着圆圆去了另一个城市生活。 再次听到承昊他们的消息, 已经是两年后。 没想到何婉是个狠人, 一声不吭, 就卷走了承昊他爸的全部财产, 把孩子也扔给了承昊他爸。 得知自己追寻的真爱, 这么脆弱, 不堪一击, 承昊他爸受不了刺激, 一命呜呼。 承昊受了刺激, 整天神神叨叨要杀了何婉, 一定不会放过他。 后来公司也彻底倒闭。 某天承昊在街头游画, 看见何婉衣着光鲜, 满脸娇羞地挽着一个陌生男人的手。 他不知道从哪掏出来一把水果刀, 朝着何婉捅了十几刀。 最后承昊进局子, 何婉进殡仪馆。 这下承昊一家可以说是家破人亡。 承昊他妈看着家里那个承昊他爸和何婉的孩子火冒三丈, 当时就把他送到孤儿院。 这时有亲戚邻居出来相劝, 秀之, 你现在这一把年纪的, 儿子老公又都不在了, 还不如留这个孩子以后给你养老呢? 孩子还小不济世, 你对他好他还不把你当亲妈伺候啊, 做人哪, 心胸要开阔点。 不知道承昊他妈怎么想的, 真的把这个孩子留下来, 自己抚养。 不过他这么想要男孩来继承他们承家的香火, 现在愿望成真, 应该很开心才是。